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微创外科手术系统的研发工作 所以说就是在这一行里面的安全是第一 就是放在最最优先的一个层面上的你生 你这个机器坏了不要停 但是一定要保证病人和手术人员的安全 所以这也是要是冥想到我平时一些性格吧 做事情上面都要以安全第一 这有点潜移默化的这个影响在里面 然后呢我现在原来在卡鲁 我现在搬到博敦湖附近一个小村庄里面 叫图特林根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村庄 但是呢就是号称是德国的医疗器械的硅 就是有大这一个村子全部是做医疗器械的 有400多家做医疗器械的公司 它人口只有4万 居然有400家那个医疗器械公司 我也不知道就有两家大的 然后其他中小型的就分布在整个村子里面 这里一幢房子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 那里一幢又是一家小的 可能有的就只有那个十几人 甚至十个人都不到 好了那么现在开始进入正题吧 第一个部分先讲讲开飞机 那么讲到开飞机呢 其实这是我从小就有的一个梦想 然后当小时候怎么会想到开飞机的呢 就要讲到这两个人 左面这个左面这个大家都认识吧 汤姆克鲁斯 这个是年鉴定用的 90后可能都不知道了 汤姆克鲁斯当时他那个就是美国海军行 他拍了一部真兵的电影 叫那个 中文叫壮志凌云 然后就是这部电影 然后他在里面是在航空母舰上开飞机的 然后就拍的特别酷 然后美国海军投资就作为一个真兵的宣传片 也参与在那里面 然后他招到多少美国大兵我不知道 反正是把我给吸引着 然后右下角这个呢 90后肯定也不知道 这个是一部动画片叫太空堡垒 然后这部动画片原来是日本拍的 叫超时空要塞 然后美国人呢 因为这部动画片只有四十几 然后当时美国有个规定 好像一部动画片最少要九十几才能上映 然后美国人就买了三部日本 本来是完全不相关的动画片 把它串在一起重新改了个名字叫太空堡垒 然后这个是其中的第一部 就是它的第一张 然后小时候呢 我就是看着这两部 一部动画片 然后一部电影就觉得 哎呀开飞机好帅啊 然后又特别是想去航空母舰上开飞机 当然去航空母舰上开飞机 这辈子是不行的 但是算是完成了 现在完成了一半的心愿 就是至少我现在会开飞机了 然后小时候除了开飞机呢 就想了呀 会开飞机之后应该像他们一样 后座带着飞机的后座带着女朋友 然后呢当时我就想婚礼应该是这个样子 有点像小姑娘的梦想 在外开空的一次婚礼呢 就是从军舰上 那么后面这个女的是外星人 然后所以特地给她做了一个这个 就是特别隆重的动物 开着飞机后面坐着新娘 多浪漫 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然后下面这个呢 有了小孩了 开飞机的时候 还要带着小孩一起上去 好 这个就是我小时候想象的 我长大之后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我现在还是一个追梦的少年了 然后呢 那要实现小时候的梦想 这是我小时候的偶像 那现在我要看看 稍微有点那么意思 但是 降落伞一样 墨镜一样 但是身上的装备和那个长相就不太一样了 然后看看这个 这个家伙 当时这个镜头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他的飞机从航空母舰的身向机提升上来 然后阳光这样卡一下子照到他的脸上 哇 然后就觉得 哇 这个实在是 这种感觉大家能体会吗 就是阳光照在一个飞行员的脸上 然后本来是阴影 然后哗一下 亮了 那么呢 那为了这个我特地开着飞机也做了一件同样的 当然我没有办法从航空的升降机里面提升上来 那就从云下面飞出来 然后从出云的那一瞬间阳光照在我的脸上 来冒充一下这个 好了 那现在就是 大家也知道我是那个飞滑翔机的飞行员 那么一讲到滑翔机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人 但是呢 这个东西在现实中是这个样子 就其实如果怪到 记得真的是用这个东西想逃跑的话 早就被那个中森颈部抓住一百次了 就其实是个很笨重 然后飞得又特别慢的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叫滑翔翼 它不是滑翔机 那么什么是滑翔机呢 这个是正宗的滑翔机 左边这个呢是我平时在俱乐部飞的教练机 然后就是一架没有发动机的飞机 然后呢 右边这个看不大清楚 右边这个是 那架白的是叫动力滑翔机 就是说 它在滑翔机前面 它也有一副螺旋桨 这样的话就是跟普通的飞机 其实是一样的 虽然它叫动力滑翔机 但是就是 现在逐渐逐渐的 基本上 就是平时飞这架动力滑翔机的时候 总是开着发动机的 很少有人说就是 原来设计的时候呢 这个发动机只是用作辅助的 起飞啊 然后那个在云层之间的交接 就是桥接的时候 打开发动机 然后飞一下 然后平时是要把发动机关掉的 但现在就是大家都倾向于 既然有发动机 那我就飞的时候 从头到底都开着这个发动机 好 那么 大家就想了 这个飞机 我没有发动机的情况下 特别是左边这架飞机 我是怎么飞的呢 那么就是 在机场上呢 就跑道很长 然后在机场的另一 就是飞机在起飞点 然后在跑道的尽头 有这么一辆 那个牵引车 或者脚盘车 大家看到 就是这个位置 是一个很大的圆盘 上面有缆绳 然后这辆车呢 是把那个 这个缆绳牵引过 一直牵引到 就是机场的另一头 牵引到飞机前面 然后呢 挂在飞机上面 然后这个脚盘再开始转 把飞机拉过来 就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脚盘 就理解为那个 就是放风筝 大家都放过 有一个很大的圆盘 你手转着转着 把风筝这样拉起来 其实这个是一个意思 就是一个特大号的风筝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飞机起飞的时候 就是从脚盘车这一头 看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声音没有 脚盘车开始工作了 然后黄灯就是给飞行员的 起飞信号 然后他这根缆绳 就拉着飞机飞起来 然后飞机就这样 看看这是跑道 还是什么 这是在跑道 跑道 这草地跑道 然后当那个飞机 现在快要接近 那个脚盘车的上空的时候 脚盘车司机就会减速 大家能听到 就是这发动机 现在速度慢了 然后这个揽绳减速之后 它就会自己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 就一个降落伞 拉着就是 它不要一下子掉下来 上面有个降落伞 然后慢慢地降到地上 就是说飞机下面是有个钩子的 钩子是就是 飞机如果这个方向前进的话 钩子是这个方向勾的 那么它揽绳挂进去的时候 是这样拖着飞机往前 然后飞机就直接拉起来 当那个到脚盘车上空的时候 脚盘车司机把油门收回来 那么钩子就 钩子的速度就慢于那个飞机的速度 然后它就自动脱落 然后就是如果这个自动脱钩装置坏掉的话 飞机上还飞行员手里有一个黄色的那个 就是有一个手柄 它还可以人工抛这个绳子 不然的话就是 你飞过去了 这个还连着 那这个一下子就把飞机扯下来 就很危险 就它有很多从那个安全设计出 如果我手工抛绳子 还那个抛不掉的话 它缆绳跟钩子之间有一块那个 有一块叫索普斯德勒 是一块那个特制的钢板 它就是当它的力达到一定的那个 就是比如说1000牛顿 到这个力量 它就会自动断掉 这样的话 就是万一下面的那个脚盘车 钩子没有自动脱钩失败 手工抛绳失败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 这块钢板给拉断掉 拉断掉之后就不会下面拖着一根 一根缆绳 因为那个就是 飞机下面拖着缆绳会非常危险 因为另一头是连着脚盘车的嘛 马上绳子拉直之后 飞机就掉下来 脚盘车上还有一道就是 脚盘车司机 它有一个那个 卡通车败行 就一拉 把那个 它脚盘车这里可以把绳子也能切掉 就基本上有 四重保险 来保证这个起飞的安全 问题就是 起飞的时候对地面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 你看我们这个机场的跑道 起伏高低不平 就有一个山坡在那里 然后因为这种就通用航空器 它的起飞距离都比较短 滑翔机的话 基本上50到100米滑跑距离就能飞起来 但一定要有 不需要有 就是正常机场应该是平的 我们这个机场条件比较简陋 所以是高低不平的 如果大家去那个卡斯沃梅斯后面 有一个滑翔机场 那个跑道就非常平 非常漂亮 不像我们这个是在 它这个是在一个山顶上 山顶上的话 它开出来这么一片平地 然后 但是这个 就是这个如果要 这个叫小山坡再去弄平的话 就 比较困难一点 工程量太大 所以就 既然对于这个飞行没有这么高的要求的话 为了省城门 那就让它去了 当然就是 从那头过来还好 就飞机场运营的时候 就是一般都是 要那个使用迎风的方向 就 比如说那个 你看这里机场都是那个 一般是往那个西南方向和东北方向 因为这里的常年的季风 差不多是这个方向 那么风向一改变的话 刮那个西南风 那我就要朝着西南方向起飞 刮那个东北风 我要朝东北方向起飞 然后我们这个机场就是朝东北方向 50度 跑到05的时候 它这里是正好是一个下坡 然后 我着陆的时候就特别郁闷 就是说我一边在往下降 它跑道也是在往下跑的 就感觉不太一样 跟正常的跑道不一样 就 另一头的跑道是平的 那我落下去就落下去了 然后这边的跑道你就觉得我要追上地面了 然后怎么就碰不到地面 就是 那个 就操作上有点稍微感觉不太一样 好 这个主子后面再加 它这一块地方有多大 从脚盘车到后面那个那些飞机这个位置是1.2公里 你们就在这一块地方上面飞 就起飞是从这里起飞 然后至于你飞到什么地方去 那就要那个随便你 只要你不闯禁区啊什么就可以 因为闯禁区的话后果很严重 这个法弹都是2万欧元起的 就飞行的时候 就 因为它也没有限速啊什么的 但是它有一个就是禁区 比如说斯图加特机场周围 距离斯图加特机场多少公里 它的那个通用航空最高可以飞到多少高 你不能飞上去 它就是一个 像一个 一层圆盘 叠在一层圆盘上 逐渐缩小 变成这样一个V型的空域 然后你就是没有得到空管的允许 你是不能够进到这个区域里面去的 进去的话你就倒霉了 好那么我们这个是从脚盘车这里看一下 然后那么从就是飞机起飞点那边呢 看上去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就是起飞辅助 它现在是表示好了 然后缆声拉紧之后 手向前告诉那个就是塔台 这架飞机可以起飞了 然后50米之后这个飞机就离地了 就跟那个叫什么Hound Style 是差不多的一个意思 就它这边手举起来 然后旁边塔台 有个人拿着电话 就会那个 拿着电话就告诉那个脚盘车这里 现在准备起飞 然后脚盘车开始那个收紧缆声 揽绳收紧之后飞机开始动了 这边再一个口令过去 说飞机开始动了 然后那边加油门 加完油门之后 那个飞机就开始加速 然后他就是拖着机的这个人 要跟着他跑几步 因为滑翔机它的机身比较窄 我们可以再看一遍 就是说他这个飞机肚子下面就一排起落架 不要我们正常飞机是那个左右都有起落架 他自己能站稳 能站在那里 滑翔机会只有一排轮子 就跟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一样 那你要站稳的话 就需要有个人把它拖住 因为你停在地上的时候 还没有 它还没有速度 所以就是气流还没有办法起到稳定机翼的作用 就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人要跟着飞机跑两步 然后大概飞机速度加到5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就开始有剁效了 这个时候 它就不会倒下去了 然后呢 喜欢加速度的同学一定要试一下 这个0到100只要2秒钟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起飞 前几次起飞 就我还没有习惯的时候 觉得很恐怖啊 这个加速度 然后就跟脚盘车司机的手势也有关系 就有的脚盘车司机 咔一下油门推得很快 那个加速度就特别大 有的像我 我开脚盘车的时候 我会比较温柔一点 我慢慢加速 但是就是如果碰到一个比较 比较推油门比较快的脚盘车司机 就可以体会0到100是2秒钟之内 是什么感觉 那么起飞呢 是最最危险 就滑翔机 大家都知道开飞机是起飞和着陆阶段 是最危险的 然后滑翔机呢 还有一个就是它起飞特别危险 因为它自己是没有动力的 然后靠着跟缆绳把飞机带起来 缆绳是那个尼龙的那个 这样什么 复合材料 它就是断掉的可能性比发动机失效的可能性要大 所以就是起飞的时候 揽身断掉 就相当于动力失效了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滑翔机飞行员起飞的时候 一定要就是精神 精神要特别集中 因为我起飞的时候 它的那个就是仰角特别大 基本上是45度的 然后我坐在驾驶舱里面的话 就是本身椅背就有一个角度 就差不多人像躺在那里一样起飞的时候 那么这个有一个什么后果呢 就是说一旦前面揽绳断掉了 你头往上的话就跟开车上坡一样 马上速度就掉下来 飞机速度一掉的话就会失速 失速的话就会 这样栽下来 就特别危险 起飞的时候就 然后起飞的时候本身高度又特别低 你栽下来之后没有那个足够的高度改出这个失速状态 那就有可能会坠毁 像我这个 这个是我第一次那个就是学习怎么操作脚盘车的时候拍的录像 然后呢我第一次那个就是把 把飞机就放风筝的时候 就碰懒绳就断掉了 然后大家一会儿看 这个这段录像里面是用的右懒绳 就是一会儿在那个脚盘车的右边有一根懒绳 然后开始拉到一半 大家能很明显的看到他懒绳就弹回来了 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懒绳断掉了 然后对面的飞机呢就 能够看到他就这样栽下来 然后栽下来那个接近地面的时候 他才改出的那个失速 这个就特别危险 如果他当时反应不快的话 就直接栽下来就撞到地上 所以这个就是滑翔机还是 怎么说 只要是飞在天上的东西 都会那个跟风险是随时相伴的 这个时候就拿起电话 然后那边告诉我 他告诉我就是 现在挂上去的是一架什么机型 这样的话我大概知道这架飞机有多重 然后发动脚盘车 然后右脚把那个先把脚盘车的刹车踩住 然后这个时候离合器挂进去 然后送刹车 然后先用最慢的速度怠速把脚盘 把懒绳给张紧 好张紧了 然后退油门 让懒绳看得见了 这个录像上懒绳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了 稍微能看到一颗 懒绳在这个位置 好断掉了 然后大家看到了这个飞机掉下来 自己倒回去了 大家看到飞机了吗 大概在这个位置 手指的镜头上方 当时就是 我看到它就是 往右 往右开始 明显就往右开始吃素了 然后这样下板 然后在那个拉平 就是这样 反正飞飞飞飞 然后咔一下 这样 然后马上头往下压 把速度加起来 然后再这样做 这个时候就反正要特别快 那么就是 碰巧呢 就是后面教练给我做了一次 这个就是起飞的这个失效的训练 就差不多也是这个情况 刚刚起飞大概50米都不到 可能三四十米的时候 他就拉这个 拉这个黄色的把手 这个就是我机舱里面的人工抛绳的那个机构 就是说教练平时训练的时候 就直接拉这个东西 就模拟那个揽绳断掉 这个一拉脱钩之后 那自然我就没有动力 然后平时就是要做好多次这种模拟 这样的话 因为你平时不练过 真的一下子碰到这个紧急情况会反映不过来的 平时会被口诀说 一旦揽绳断掉 马上推杆 把机鼻压下去 然后拉三次这个抛绳机构 防止就是断掉的揽绳还挂在飞机上 然后再想下去是怎么处置 就是我鼻子往前直接落在跑道上 还是那个叫如果高度很低的话 我可以直接落在跑道上 就是起飞之后 这样我直接这样落下来是可以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飞到这个高度了 我要落下来这个直接落到前面就撞出去了 那怎么办 就是起来之后马上掉个头 这样逆向的在跑道上 然后再高的话 就是可以正常的叫飞一个短五边 就是这样的话 可以绕到高度足够的话 我可以绕到这个后面 然后再这样着陆下来 就是这一般是这三种正常处置情况 然后平时这个背的拱瓜烂熟 我真的第一次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就没有反应过来 就第一步就忘了 就是推杆压鸡笔这个动作就忘了 然后还好第一次有教练在后面 然后现在我三周之前 我刚刚又碰到一次那个断绳 然后现在就是经过这么多次训练 再加上一次实际的 等到我第二次碰到这个显形的时候 我就能处置过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在很低的高度 那个就从驾驶舱看我这个起飞之后 马上到前面着陆是什么样的 揽身已经戳过去了 然后刚起飞的时候就是 舱盖上的这个水被风吹的往后 跑还是很漂亮的 然后我就注意一拳被这个吸引过去了 然后教练在那里偷偷地拉绳子 把我的动力给切断了 然后这个时候把机头拉下来 对着前面的跑道 然后左边这个 我现在左手拉的是一个减速板 减速板一会儿 那个在专门讲着陆的时候 我们再看 对其实就这么几秒钟 如果反应不过来的话 失速了 飞机侧过来侧面着陆 这个基本上不是重伤 不是那个叫什么 这个小命都有危险的 就因为毕竟有 这个时候已经是二三十米的高度了 这样砸下来的话还是很厉害的 然后这个飞机本身都是那个 玻璃刚坐的 所以它们不像那个汽车 有什么吸能设计 它砸下来就砸下来 它并没有说一个 我要那个 想到在撞击的时候 保护飞行员的安全 因为它这个飞机 毕竟设计的不是拿来撞的 所以就是一定要 就是对于这种安全处置 要特别的要熟悉 不然的话呢 就看到这个事情 这个是我第十四次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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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用到那个 它有一定的就是多少年 这个懒神要换 但是平时是不会做这个测试的 因为这个懒神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点 它就是要断的话 会断在什么位置 因为它随着时间的磨损 你是不可测的 这懒神那个一公里长 一公里长的懒神 你也没有办法 每一处都去检测 而且有的时候 断掉的其实不是懒神 像我那个就是 刚才我 我开这个就是 脚盘车的时候 断掉的那一次 其实是降落伞 跟懒神之间的 钩子脱钩了 懒神本身没有断 然后它那个叫什么 钩子不知道怎么 就是没有放好 然后它 开一下会掉下来 因为就降落伞和懒神 平时是分开存放的 然后要用的时候 再勾上去 这也是一个安全设计 就是说 懒神后面拖着降落伞 因为有的时候 脚盘车司机 它有左右两根懒神 我不当心选错的话 就是没有把那个 没有拖着飞机 那根绳子拖起来了 如果这个时候后面 有一个降落伞 拉在后面的话 降落伞一张开 会把周围的 碰到的所有的东西 全部随着懒神 一块带倒 如果是个人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被降落伞带过去的话 会受重伤的 所以就是 两根懒神都拉到 飞机起飞点之后 有个规定就是 一根一根先挂到飞机上 另外一根不用的 要把降落伞 跟懒神要脱钩 然后两根懒神 要最少间隔15米 所以就是 那个脱钩呢 就是它有一个特定的角度 是可以把这个钩子 拿下来的 如果角度不对 是掉不下来 但是那次就起飞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 这么巧 这个唯一的一个角度 就在天上碰到了 然后它自动就断掉了 断开之后 它的飞机就失去动力了 就是这么一个显形 不过就是滑翔机飞行员呢 平时都一定要 对于就是这种情况 要做足够的训练 太热了 那么除了那个就是 脚盘车 然后牵引起飞呢 还有一种就是 大家如果看二战纪录片 都知道诺曼底登陆的时候 有很多C47 后面牵引滑翔机 去诺曼底空降的 这个是一样的 前面有一架飞机 然后拖着我走 然后就是这个飞机 牵引我的时候 我总是会觉得 我自己开的是一架战斗机 然后我就把那个前面 那架就脱我的飞机 当成敌机 然后不停地朝它瞄准 就是要把它那个叫什么 瞄在我的准心里面 但其实这个真的很难 就是开过这个 我就知道 战斗机要打敌机 真的好难 因为它有一根绳子 拖着我的 也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力 把我的机头 拉向它的机尾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发现 还是很难够 很难把那个就是 这里上面 座舱上有一个点 拖有一根绳子 这根点就是 我拿来参考的 就是我要把这个点 瞄准前面那架飞机 但是我发现就是 这个其实挺难的 就是动不动 就那个晃掉了 然后一会儿又这样晃掉了 然后就知道 战斗机飞机员 以前那种狗斗 跟在人家后面 用机枪去打它 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然后像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是那个 就是远处地平 像是博登湖 冬天的时候 飞起来 博登湖就看得特别漂亮 就是因为博登湖 本身有水气 然后就能够看到博登湖那边全是云 然后我这边呢 是那个万吴云的 就这个景色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有几个山头 从一片云彩当中升起来 有几个就是山坡 然后这个就是飞行的一大乐趣就在这里 可以看到平时看不见的一些风景 那么怪道记得呢 一样可以用这个飞机来牵引 当然要找一架飞得特别慢的飞机 然后可以把它 一样它拖一根绳子 然后把它牵引起来 然后这个飞行速度 我估计也就是50到70公里的小时 所以就特别慢 所以就是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不适合 那个叫什么给怪道记得用 飞得又慢 然后起飞又麻烦 然后动画片就不用这么 这么讲究它的细节 好了 那么现在就是我能够飞起来了 大家就要问飞起来之后呢 没有动力的话 我高度还是不停的掉 不停的要往下掉 比如说我那个用牵引 脚盘车牵引的话 如果飞机里面我带着教练 脱钩的时候一般是400到450米 如果不带教练的话 脱钩的时候是500到550米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 飞500米之后 就是飞着飞着 我高度没了 我不就掉在地上了吗 那么就是滑翔西的另一大乐趣就是 像小鸟一样飞 那么先介绍一下就是 飞机是怎么操作的 可能很多人应该也已经知道 就是多少能够听过 那我还是从头讲一下 就是说飞机的操纵 一个是手里有一个这个操纵杆 然后脚上呢 左脚和右脚有两个踏板 左右两个踏板 然后操纵杆呢是第一个控制 它那个就是金翼 这不叫钱叫负翼 叫Eleron 然后就是当我往左面打的时候 往左面打 它左面的Eleron升起来 右边的往下 这样的话呢 风是空气降流过之后 不就把左面的机按下去 然后右边的机抬起来 然后就是可以往这样 飞机就往左面倾过来 然后往右打的话 飞机是这样动 就是第一张图 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根杆子往后拉 后面水平尾翼上 水平尾翼上有那个就是 水平尾翼的肤翼往上翻 那么就把那个尾巴往下按 那么机头就翘起来 往前推的话 往前推 然后这两块往下翻 然后把机尾推起来 那么机头就往下 那么我的鼻子就下去了 然后两个脚呢是控制方向度 就是垂直尾翼上呢 对对后面有这么一块 可以动的方向度 然后左脚蹬下去 它这个往左面 这块方向度往左 那么把屁股往右摆 这样的话 我的飞机就 飞机就那个像这上面画的 就这样转过来 或者那个我右脚踩下去 那么就是往右 那么就是这个是一般是这样的 我以前也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就是真的到了飞机上会发现不一样 就是主要是第一个 就是说我往左打往右打的时候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的这样转 或者这样转 而是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机翼的下面的压强 比上面的压强要大 对吧 然后呢当我这个升起来之后 这里的后面的压强比前面的压强要大 然后这边下降的时候 这里的压强比那个叫什么 后面要大 然后最后就形成什么效果 如果我只打这个 只打这个就是操纵杆的话 我的飞机是这样飞的 是就是在天上就是做一个夺方步的动作 如果我左一下右一下 左一下右一下 然后飞机就是这样 这样飞 根本转不过弯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那个配上方向度 就是说我飞机做转弯动作的时候 要这个操纵杆往左面打 然后当飞机不是他想他会趋于这样左面的机往前吗 这个时候我再用方向度同时往左打 然后再把它给扭过来 这样的话我飞机才是这样正直的 然后真的转弯呢是靠我往后面拉 这个就是操纵杆 然后把机头这样抬起来 因为我现在飞机是斜的 我往后拉的时候 他这个飞机才这样转过来的 所以就是飞机做这么一个转弯动作 其实三个多要一起操纵才转过来 只用一个或者只用两个多不行 然后我们飞行的时候就是 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有一个练习 就是说要保你飞机在这里飞 要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就是飞直线 然后飞机这样左右摇摆 这个时候就是只用左右打和方向度 然后不往后拉 因为你侧过来之后往后拉了 他就转弯了 不拉的话他就是侧过来 沿着直线往前飞 如果那个我只打方向度的话 他就是飞机会这样飞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 我转弯的话不是应该打左舵 然后蹬左方向度 然后这样飞机可以这样转过来吗 但是有一种飞法就是 我方向度往左面打 然后灯右方向度 然后大家想这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个就是这个在滑翔机当中是叫 叫slip 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属于标准的飞行动作 就是用于那个快速下降用的 就是比如说我往左面打 飞机侧过来 然后左面的机翼往前走 然后这个时候 我不蹬左舵使得飞机这样 然后我是反而蹬右舵 就是交叉过来 手往左打脚往右打 这个时候 那么脚就会加剧这个 往右转的这个趋势 就是本来转到这个位置 我再蹬右舵就这样 然后飞机就这样飞 这样飞的话 它不是阻力大吗 然后就会飞以非常快的速度往地上撞过去 这个就是一般是用于 就是如果我离跑道很近了 我要快速下降落到跑道上的话 我就要做这么一个动作 正常情况下 我只是用减速板来减速 但是如果就是着陆的时候 离跑道太近 我需要紧急下降的话 就要做这么一个动作 飞机还是直飞的 对的 就是这个时候飞机还是直飞的 当然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 在那个叫什么 我拉一点方向多 它可以这个样子转弯 也是可以的 当然就是这个效率就很低 会快速地掉速度和高度 但是这个就是在滑翔机当中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动作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看到 就是速度表打到零了 就是它空速测不出来的 因为我飞机是横着这样飞的嘛 然后它的那个皮托管就 汽油不是正对着皮托管进去的 我测不到那个叫什么 就是它的空气净压力了 然后我的那个空速表就显示为零 但是我知道这个时候 我是有空速的 不然我肯定拍在地上了 这是一个飞机怎么操纵的问题 好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就是飞机怎么操纵了 然后接下去就是 我现在有一个初始高度飞到五百米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要去找云 因为一般云层下面呢 都是那个叫什么地面的上升气流 把湿气给拖起来 然后在这个天上凝结起来 云就是我的一个路标 就是告诉我这里很有可能 有震在上升的气流 所以就是平时开飞机的话 就开滑翔机就有点像猴子一样 就看前面这一朵云先飞过去 然后就是到一朵云上 然后在下面盘旋 飞了高了之后再滑到下一朵云 下面这个就是下面一朵云 飞过去我又低了嘛 然后再下面盘旋 它这个飞上升气流 再把我的飞机拖起来 拖到快到云底的时候 我再找下一朵云 就这样一朵云一朵云的飞过去 就像猴子从一棵树掉到另一棵树上 这样一颗一颗掉过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行乐趣 就常常有人说 那个上升气流有这么大的威力 可以把飞机拖起来吗 其实大家就是坐飞机的时候 在着陆的时候 你都能感觉到飞机忽然发生颠簸 其实这个就是接近地面的时候 有这个上升气流 那个大的民航机经过这个气流的时候 也会被忽然拖举一下 就形成了这种颠簸 那这大的民航机200吨重 那我们这个就是600公斤重的飞机 那当然是轻松能够被这个拖起来 有个问题 之前您演示过就是穿过云的时候的 一个飞行的状态 那个不是穿过云 我是在云下面就是紧贴着云底 对的 因为我是不能够飞到云里面去 飞到云里面去要吃罚单的 因为我们坐飞机感觉就是 经过云子和云子很多时候 非常容易有颠簸 它那个气流很 对对吧 然后就会很危险 这个就是普通的民航机 它是仪表飞行 然后都有空管告诉你 沿着这个方向飞 它保证前面没有飞机的 然后通用航空和滑翔机 滑翔机是通用航空的一部分 就是说大家都是业余的飞行人 这样的话就是 就是一般是根据那个叫 叫visual flight route 就是说一定要目视飞行 它讲究一个see and be seen 就我要能够看 我要看观察别人 然后同时我要保证我能被别人看见 完全靠目视来防撞 这样的话你飞到云里面去就会特别危险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云前面有什么东西 那就有枪状的危险 所以就是那个我们最高只能够飞到云的云顶 然后就得离开这朵云 不能飞进云里面去 其实贴着云层下面 也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不知道云里面有什么 就如果是一朵一朵云的话还好 如果是一片云的话 最好不要贴着云层下面飞 因为里面可能藏着一架飞机 然后就是老飞员就跟我说 他们以前碰到过一次就是 那个他贴着云飞 然后忽然一架747从云里面钻出来 然后两架飞机就只有相距一公里多 差一点就撞上了 这个就很恐怖 然后呢这个就是水也没有犯规 但是就是这个情况就特别危险 对吧就真的那个滑翔机被747撞到的话 那是一点生还的可能性都没有 好那我们看看就是在这个盘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方向直接飞过去就是了 然后我那个把飞机的重心配平之后 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 但是滑翔机的话你就要不停地进行操作 因为这个在弯里上升气流就这么宽 然后你常常飞着飞着飞到外面去了 那你又要飞回来 然后而且就是因为上升气流你是看不见的 然后只能凭感觉 但是呢你凭感觉你又是坐在驾驶舱里面的 你是感觉不到外面的气流到底是怎么流的 小鸟在那里飞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只鸟在天上这样盘旋 伸着翅膀 它不会拍翅膀就这样手伸着 其实它就是在一个上升气流里面 让上升气流把自己拖起来 它就很省意 就是有点像我们骑顺风车一样 那这个就是小鸟它能够感觉到风 我坐在机舱里面是感觉不到 然后飞机就有一个垂直的风速表 它会测量就是外面的空气相对于我的飞机 它的那个当前的风速是多少 这样的话 它而且它会配上一个信号 就是当这个外面的空气相对于我飞机是上升的话 它会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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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越快它低的那个频率越高 那我就这个弯要转得急一点 然后再重新返回到这里 然后机育开始逼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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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逼逼逼逼的时候 我知道我还在它的那个上升气流的气柱中间 可以再往前多飞一点 然后那个再感觉差不多了 再转过来 然后就在这个 然后上升气柱呢 它又不是一个垂直的一个叫什么圆柱体 它可能是这个行向的 就是是一个不规则形状 所以就是随着高度的增加 它要不停的修正 不停的凭感觉 感觉外面的空气是什么样的 就是有一种 真的是在飞行的感觉 而不是就是完全是那个 因为我没有任何动力来源 完全要靠自己的技巧和感觉 来感受一下外面的空气 来能获得高度 所以这就是滑翔西的一个很大的乐趣 就在这个里面 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我开一架飞机 老婆开一架飞机 但是就是这个 目前看来是不可能了 但是呢 这张图里面差不多 我能够体验一半 怎么叫一半呢 就是这个飞机倒过来 我是可以体验的 大家平时坐民航机 是体验不到飞机倒扣过来的 这种感觉 飞机倒扣过来的话 大家估计都要那个 下掉昏过去了 但是飞滑翔西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做一些这个动作 那这段动作 就这段录像 我是那个叫什么 就是我不控制了 我飞到这个高度之后 我说我那个交出控制权 然后后面教练接管 然后他来飞 去飞这个特技动作 因为我只能够 到目前为止 我只能飞其中的两个动作 大部分动作我还不会飞 好了 开始俯冲 接着连续做两个筋斗 就金斗的话叫looping 就是飞机这样做的 这么一个动作 然后第二个 他就没有做完 就倒过来 倒飞 然后再这样翻过来 然后再翻过来 然后接下去应该是倒飞半周转 然后就是飞机架 这样做的一个180度的转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人是完全被那个安全带掉在那个机舱里面 然后现在再翻过来 后面这个动作我现在已经学会怎么做了 飞机拉起来之后 速度没了 然后再这样掉下来 然后再这样拉起 大家可以看就是最正左上角 这个是速度表 就是当我那个到这个弯的高点的时候 速度就没了 他现在是坐在这个 应该后面还会接一个右转 那他只做了一个turn 好 接下去是四边 四边横滚 就是转到90度停一下 再转90度停一下 再转90度停一下 这个就是滑翔机的一个就是 这个是叫特计飞行的 特计飞行比赛的一个规定套路 就有点像那个跳水比赛一样 他有一些规定动作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组规定动作 这个特计是前面一定要有飞机拉的 没有 没有 前面好像有飞机 有个彩带 这个是那个叫什么 滑翔机本身坐舱上的一个那个带子 这个就是因为我坐在飞机里面 我感受不到外面气流 这样的话 就是我得到一点高度之后 我可以在这有限的那个能量之内 我能够飞得尽量的远 我任何一个操作的 或者那个就是飞的不是特别完美的脚步的话 我都会那个使我的高度掉的比正常情况要快一点 然后讲到这个就是盘旋 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有的时候想带女朋友上去的话 得看女朋友身体是不是接受得了 因为这个就是在上升汽油里面盘旋的时候 往往就是一盘旋就是三四十圈 然后这样的话就像我自己前两次飞行都吐了 就是飞机里面要常被我吐袋 反正第一次第一次飞行我大概十分钟之后 我就坐那个坐在飞机里不停的吐 吐了满满一袋 然后就飞的时间多了之后身体习惯了就好了 现在这样就上下翻飞也不会有问题了 但是人的就是如果你带一个平时就是比较容易晕车的人 或者不习惯 其实我平时也不晕车 但是这个上面我会晕的 就很有可能就是你上去之后过十到十五分钟就吐的不成样子了 但是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身体会习惯于这种飞行的感觉 那这个后面就不会吐了 那么我想要飞长途的话呢 滑满相机就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合适 就如果要飞特别长的话 这样我从那个就是博登湖飞到乌尔姆 来回要飞六个小时 因为我要不停的在旅行层下面盘旋 其实都是就是时间就用在主要用在那个这个盘旋上了 那么如果真的要飞那个长途的话 就需要有这种就是需要螺旋桨 这样的话我可以飞直线这样就飞得很快 然后这里有一架小的飞机是有幼儿园小朋友我学飞行用的 特别小的 就只有幼儿园小朋友能坐进去 哎我已经上学了 啊对不起小学小朋友 但其实不是这是架模型飞机不能坐人的 然后后面那架飞机就是那个迁移机 用来迁移那个滑相机的 它的功率特别大 然后这架飞机当然也可以包下来做一些就是长途飞行 然后三欧元一分钟帮你后面那架飞机 让大家算一算就是比如说我从卡尔斯卢飞到博登湖来回两个小时 那就有三四百块钱没了 好那么就是讲讲那个就是螺旋桨 有螺旋桨的话其实操作是一样的 就是飞行的控制舵面转弯什么都是一样的 多了一个螺旋桨的操作 所以这里有两个手柄 左边这个手柄是油门 就是下面是那个怠速 然后推到顶是那个就是油门最大 然后右边这个呢是螺旋桨的角度 就是说现在的飞机的螺旋桨都是变区螺旋桨 就是说它可以角度比较小的时候 我同样走这点距离 把空气往后推的那个距离就比较小 然后如果我角度变大的话 转同样的距离 那个就是我会推更多的空气到后面去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角度越大 等于我那个就是推力越大 但是呢跟汽车一样 就是说我那个推力很大的话 那个发动机发动机的转速就会掉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起那个这个右面 调这个螺旋桨角度就相当于是换挡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再低挡 然后速度上去了 我再把那个角度调大 然后挡位越来越高 速度最快的话两个推满 这个时候推力达到最大 然后一般呢就 然后飞行的时候就要 更要注意就是一个是这个转速表 一般都是四千五百转左右 然后的话这个是当时就目前的那个发动机的近期压力 要保他这个就是我飞行做计划的时候要看 就是我的那个额定的转速是多少 就是推荐我的转速是多少 然后他的那个近期压力是多少 然后要不停的观察这两个表的那个指数 然后的话你调相应的调整发动机 好那么有这个发动机呢 我们就可以去拍美景 那个就是在滑翔机里面 我基本上没拍到什么美景 因为就是都飞得比较近 然后用这个飞机呢我就可以飞得很远 许些景点看看 这是我们的机场 然后右边这个是一群羊 在跑道上吃草 就在那边 然后这一片树林当中是机场的 然后我们的机场是在山上 一起飞之后马上就看到悬崖 这起飞的景色是很漂亮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斯图加特旁边 那个霍恩左门堡 霍恩错伦堡 然后这个是新天鹅堡老天鹅堡 新天鹅堡是那个左边那个龟的 然后新天鹅堡旁边这个滑雪场 是我第一次滑雪的地方 就当时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穿上滑雪板 什么都不懂 现在飞行高度是10300英尺 然后前面是楚歌峰 然后这个就楚歌峰 然后楚歌峰上面有个滑雪场 这个是伯登湖 伯登湖的那个上面那个小辫子 这个是那个埋闹岛 就从天上看来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后面地平线上就是阿尔卑斯山 就是说很多景点里地面去了一次之后 我再开飞机去看一次 就是感觉很不一样 然后有的时候呢 那个就是机场因为离我家不远 我就飞到我自己家的上面 在我家的屋顶上面转两圈 也蛮有意思的 这个就是飞行的很大的乐趣就在于这里面 那么现在我们多风多完了就要准备回家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减速下降 然后大家坐飞机的时候就上面这个景色应该都看到过了 就这个情况就飞机上有那个就是这个扰流板会升起来 这个就是破坏异形 然后同时升起来之后空气这样吹会把飞机往下压减速并且下降 然后滑翔机的话扰流板没这么大 就就是这两块 我走刚才那个就是录像里面我手用左手这个拉出来的就是这个扰流板 然后现在我们着陆 然后着陆速度是100公里 差不多100公里每小时 然后现在跑到在这边 然后我现在是在机场的四边上 然后这个时候要调整飞机的那个配屏速度到100 然后现在开始进入五边 然后到左边拉扰流板拉开 然后这个时候呢要跑道上找一个参考点 比如说跑道的那个就是边线 边线上找一个有两根黄色的那个标志 然后它相对于我的驾驶舱的那个高度要保持在一个恒定的位置上 如果就是它逐渐逐渐往那个往下去了 我就要拉大一点减速板使我加速下降 如果它往上的话 我要减少那个减速 然后越过树林之后 开始加速下降 往后拉的更多 然后接近地面再收掉一点减速板 这样的话我的那个就是 就这样慢慢的会比较平滑的很轻的着地 然后这个在地面呢要左右打 就是因为我只有一个轮子嘛 不要让那个就是继续擦到地面 一直到停下来为止 然后它着陆的时候就是 着陆的时候接近地面 我除了拉减速板说 还要开始一点一点往后拉那个操纵板 就是说拉一下放一下 这样的话让我的机头略微弹起来一点 就是说小鸟它着陆的时候 如果大家去看慢镜头会发现 它本来这样飞啊飞啊 然后到地面的时候 它开始往前扇 它有一个这个动作 就是往前扇的话 它就减速了 然后减速 然后就落在地上 那飞机我的机是固定的 这个时候就怎么办 就是我飞机把机头拉起来 相当于那个叫什么 我的机翼就变成这个形状 然后所以最后这个动作叫flare 就是用这个动作来空 最后做一个减速 然后速度下来之后 我就轻轻地落在地上了 当然我不能拉得太大 拉得太大的话 飞机又飞起来了 就是说这个平衡点要找好 就是说飞机头略微抬起来一点 当然不能抬得太高 然后要和减速板要那个 拉开的角度要匹配 这个多练习之后就知道了 有感觉了就好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着陆也有比赛 这个呢是定点着陆比赛 然后跑道上会用那个就是 那个带子拉出几个格子 就这个格子看到吗 然后它上面有平分的 就是落在第一格得几分 落在第二格得几分 然后飞机飞过去 就旁边有个人会看你 这架飞机落在什么位置 然后飞过去之后 差不多估摸着到这一格上面 卡一下把减速板完全拉开 然后飞机一下子拍在地上 当然这个对飞机不太好 因为其实是重着陆 但是我为了能够定点着陆的话 就只能够这样 然而这个飞机本身就是 能够承受这种那个撞击 其实问题不大 然后这个是每年11月 举行一次 我去年得到倒水第三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那个 飞了一圈一直到着陆 又回来准备回家 然后碰到这个刚才吃草的 那群羊了 这群羊看我开着车过 就很好奇地把我的车 完全给包围了 然后这只牧羊犬来救我 就用我们草地机场 然后就是到了春天夏天 草长得很快要定期割草 那就索性让那个叫什么旁边 农场里面的人 赶着羊进来把草全吃完就吃了 然后就飞机场 刚才起飞的时候 旁边不还有很大一块吗 去那也吃个跑道 就是说不用的跑道 就把羊赶上去吃 因为两条跑道 有的时候就只用一条 那么让羊去把那个草吃掉 他们省了牧草全 我们省了割草的钱 好了最后开车回家 开车回家 然后这个飞行人都喜欢用这个钥匙玩 这个其实是从飞机上拿下来的 大家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其实这上面字就写得很清楚了 remove the fourth line 就是说起飞之前要把这个东西拔下来 这个呢一般是 就是像这种就是保护空气管 就是那个飞机器管 它不是那个测量空气压力的吗 它是一根管子 然后停在地面的时候 往往会有一些那个密封啊 或者小虫啊飞进去 那你停在地面的时候 就需要把那个这个管子给套个保护罩 但是如果你起飞的时候 忘记把这个保护罩拔下来 那空气进不去 那你就测不出空速嘛 就跟我在那个sleep的时候一样 我的速度是0 那这个就对于我们牧师飞进来说 问题还不大 因为我能看到周围的地面 我大概知道了自己飞的多快 出问题的就是夜间的仪表飞行 夜行的时候 你去外面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皮头管被堵住的话 你没有空速 没有空速的读速 你不知道飞的多快就会坠机 这个已经就世界上已经发生好多起这种空弹 就是地面维修人员 比如说给那个飞机刷漆的时候啊 或者清洗的时候 用胶布把那个皮头管给贴上 然后那个弄完之后 忘记把这个胶布给撕掉 然后飞机就带着这块胶布起飞了 然后飞机上起飞之后发现 我没有那个空速指示 那这个在夜间的话就很危险 我什么都看不见 地平线也看不见 什么参照物都没有 然后最后速度不对的话 我就会坠毁 所以就是 在这种就是保护盖上 都要套一个这个红色的标签 这样的话起飞之前 飞行员都要绕着飞机转一圈 对飞机做那个外观检查 这样的话 有一个红色的标签就特别明显 我一看到有个红的 我知道那里什么东西没拿下来 在客舱里面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能看到 就是那个安全出口的那个保险箱 就是起飞的时候 如果你坐在那个安全出口附近 你会看到空姐会去把那个保险箱拔下来 然后后面连着一根这个红色的带子 然后它再插到一个就是插 平时就是放保险箱的地方 插在地面要把那个安全 就是这个安全出口的那个 就是充气的那个气垫 保险要把它上桌 免得那个误出 但是起飞之前要把这个拔掉 还有那个就是起飞的那个前轮轮挡 上面也有这个 就是起飞之前地勤会把这个前轮轮挡拿掉 然后上把这个叫什么红色的这个 标签给飞行员看 表示那个不是轮挡 就是那个飞机前轮的那个转弯的那个箱子 它停在地面的时候是把那个叫什么飞机的那个就是前轮给固定住 它不能转向 那不能转向的话 我在跑道上就是在滑行的时候我转弯怎么办 所以要把这个箱子拔掉 然后这是最后一步 起飞前推出之后把这个拔掉给飞行员看 然后飞行员说OK 好那我们走 好飞行部分就这么多 大家对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想问一下您的夜间和恶劣天气下飞过吗 恶劣天气看你怎么定的 就是说目视飞行的话 必须保证那个叫什么 一般都是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飞行 雨天 雨天 就是像这种就大片的雨天不行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就是 天上一朵云正在下雨 周围是那个晴天 这个时候我们是能飞的 然后就是我还做过就是 看到那里一朵云在下雨 我就跑到那个云旁边绕着那个云 云飞 然后一边的机翼伸进去沾点水 然后还有的说呢 就是我碰到过冰雹 就是在一朵云下面飞 忽然它开始下冰雹了 然后打在那个飞机上面 全劈里啪啦 但是这个都是 就是短时间的 只有一朵云 我飞出这朵云之后 就没有了 然后就平时 就滑翔机飞的话 一般都是 挑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去飞的 就所以天气因素 一般问题不大 就是你早上看是阴天啊 或者下雨啊 你根本就不会起飞 你就是说冬天的话 你是有的 你的停飞机 有的很长时间 对的 冬天的话是 从11月中下旬开始 飞机入库保养 一直到3月份再出库 冬天的话 就要在俱乐部那个 就是帮忙保养飞机啊 修飞机什么的 然后一年下来 飞机上面积累的伤 都要去修好 有些什么问题 故障都是在冬天 冬天修理 有两三个问题啊 第一个是 刚才师兄说的 首先在起飞的时候 下面那个 是单的 需要有人在 往前辅助一下 对 然后 它为什么不设计 什么双排 是因为差速的原因 还是定面的 是因为用滑翔机的 机身比较窄 啊 它就机械上 我没有办法安排 两个那个叫什么 两个轮子 就你看那个滑翔机是 滑翔机它是那个 前后串的双座的吗 这里看不出它的宽度 反正就刚才我坐在 驾驶舱里面 其实你看得出来 就是它比我人宽不了多少 就这么一个 像个澡盆一样 这么窄 我安排不下两个轮子 当然如果见过一种滑翔机 就是 但其实那也不是 就是也是动力滑翔机 比如说 像这架飞机 这架动力滑翔机 它的飞行员是并排双座的 这个时候飞机比较宽 那它就下面可以左右 装两个轮子 这个就是 但大多数的滑翔机 因为它是前后串的双座 太窄的话 没有办法 装左右两个轮子 那就是能够的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在机翼下面 可以左右各装一个辅助 但这个设计很产见 我只见过一种 就是有一架 有一种型号的滑翔机 是这样的 然后那架 我们设计那架飞机 在前年冬天最后的 死了 那样的话 应该对地形有要求吧 有个高级起步 对 那个对地形要求比较高 然后那起事故就是 其实那个飞行员 他是德国国防军的 那个空军教官 技术非常好 然后这就真的叫 什么叫淹死都是汇水 那天是 就是那天是大陆 能见度很差 他因为是国防军的 空军的飞行教官 他那个可以在 就是这种恶劣天气下飞行 然后他就送他女儿 从我们那去乌尔姆上学 然后呢 就是在半路上 因为那个雾很大 他看不见地面 然后想沿着高速公路 作为导航 沿着高速公路飞 然后是在那个科布伦斯附近 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高速公路旁边 有一个就是 一个无线电的那个发射塔 然后发射塔周围 有钢丝绳这样张紧的 把那个就是 不是撞在塔的本身 那个塔上面 而是他旁边张紧的 那个缆绳上面 他飞过去 记忆被那个叫什么 这个缆绳给砍掉了 然后就坠了 两个人 对 两个人都死了 对 这个所以就是 那个新手有新手的好处 就是这种天气下 一般人是不会起飞的 也就是这种国防军的教官 他敢于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下 飞一大部分人 绝大部分飞行人在这种天气 肯定都不飞 他怎么不借车型的 会儿去乘 我也不知道 这个就不得而知 你们有保险吗 有的 就是你加入俱乐部之后 就自动成为巴登腾保州 那个飞行联合会的会员 然后用安联保险统一保 有什么条件 就是你 你得参加俱乐部活动 然后你作为飞行人 你得能够通过体检 别的好像没有什么条件 当然得有无犯罪记录 如果你犯过罪的话 那不行 因为开飞机的话 谁知道你把飞机开到哪去撞谁了 但是他不用支付什么会费啊 会费要 一个月12欧 这么便宜吗 对 然后那个叫什么 飞行是按照分钟计算的 然后你每飞多少分钟 他都有那个就是 塔台上都有记录的 讲到这个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飞行回来之后 要填这个飞行日志 就是 所以就是你经常可以看到 讲到飞行员 他是说这个飞行员 有多少多少小时的 那个飞行经验 这个因为都是他 每一次飞行都必须 那个精确到分钟的记录下来 所以最后一加的话 我就知道这个飞行员 有多少飞行小时 然后我看看 对 要精确到分钟的 我目前为止是 对 这本数 我到目前为止是 接近20个小时的飞行经验 你需要练习吗 就是像开车一样 需要先讨论 现在我就在学啊 就是你跟你在驾校里学一样 你那个就是 就是要一边飞一边学的 Learning by doing 然后学的过程呢 然后就是 他只是按照你练习的 分钟数来收费 然后需要额外支付的 教练什么费用 教练费用包含在那个分钟费前 我知道布相对还是比较便宜的 我现在买了一百公斤 二十岁以下有一个flat rate 每个月付二十块钱 你可以随便飞 超过二十岁的话 你就是那个 按照起飞的那个次数 然后分钟计 然后根据机晶不一样 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然后滑翔机其实很便宜 一个小时大概三十五 但是如果你要那个就是牵引机 把你牵引的话 从它发动发动机开始计时 三分三欧云一分钟 就是有那个刚才讲的 对就是刚才 我那个想把它打下来的 前面那叫飞机 那是油钱贵 那个是油钱贵 油其实还好 但是你还有 还有那个叫什么飞机的维护啊 什么 这个其实是成本价 就是飞机的维护 其实是很贵的 飞机它每飞一百个小时 发动机要那个检修一次的 所以它按照分钟计能 所以人家有一分钟三了 就滑翔地一分钟五十寸的 就是在你们俱乐部 这种概率大 就是事件多吗 我就碰到两次啊 一次是刚才那个撞树的那一次 还有一次是那个教官 在科普伦斯坠毁的那一次 所以相对来两次 是也性格安全的 相对来讲 比较危险的 就是全德国每年要出六十起滑翔机事故 但是 就是滑翔 滑翔机呢 就是说事故数量比较多 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 它飞机里面是没有油箱的 至少你保证那个坠毁之后 不会那个爆炸 有没有统计班都是什么样的事故 有啊就是 比如说我那个 第一次第一堂飞行理论课就是读十份那个事故报告 然后比如说就是刚才我讲了起飞它有四重安全装置 然后那个飞行报告里面就是四个全部失效 就碰到这种情况 这个真的是感觉像死神来了一样 它那个是什么 就是起飞的时候 那个地上的另一根缆绳 被它卷到轮子里面去 挂在它自己飞机的起落架的那个盖板上 对然后挂在那个起落架的那个 就是起落架盖板因为跟飞机这个就有锐脚的嘛 就像个钩子一样把那个绳子给带上去了 然后这个带上去之后你抛成机构当然就没有用了 对吧 然后那个就是自动断裂的那个地方也没有用了 那就缆车那边 对然后缆车那边的那个就是 那个紧急切断绳子的那个机构坏了 对然后就是缆车司机马上那个叫什么 切绳子切不掉 然后那就有趣了 然后飞过去啪一下把飞机拉下来了 然后呢 重伤还是死亡 反正这我记得不清楚了 反正就是这个还是蛮危险的 还有一个就是滑翔期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 就是比翼双飞这种情况 看上去很浪漫对吧 但实际上就是你想两架飞机这么近 我们距离只有两百多米三百多米然后一起转 如果你没有同步好的话会相撞的 这个滑翔期在空中的速度是大概多少公里啊 一百左右 一百左右 而且我很好奇就是人家说上升机它是有一个区域的 对 然后那万一你飞着飞着跑出那个区域然后扎一下掉了 就是你有高度的话你还可以继续滑翔嘛 滑到下一朵云朵向南之 就是从一朵云滑到另一朵云向南 没有云的话那边没有云你就不要飞过去啊 当然就有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飞得很远 然后下午想回来的时候太阳太厉害了 把所有的云全部给蒸干了 然后这个时候没一朵云都没有了 那这个叫野外迫降 然后就是反正这里德国到处都是农田嘛 你找一块平一点的农田 然后落在农田里就行 那你不要能把飞机也弄回去 然后那个叫什么在打电话叫俱乐部的人开着拖车来 就飞机是可以拆掉的 它翅膀可以拆下来然后收起来 跟你飞机机身那个就收成这样 然后推到一个拖车里面 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马路上就拖着很长的一个 然后一个拖车然后尾巴上竖起来一块 那个就滑翔机的拖车 另外就是每年在那个开学的时候 新生来的时候在那个奥迪马克斯门口 食堂门口 阿卡弗里格里面总建国吧 那个就是他们就是用拖车把滑翔机拖到这里来 然后再组装起来 你们可以到时候可以顾问他们拖车在哪 可以去看看拖车长什么样 我之前在那个挖斗看到过 他们有拖车拖到他们滑翔机 他去那边飞着挖斗那边 他有个有个田那个 他就飞过来然后再飞过来 那滑翔机有没有什么疲劳驾驶这种要求 就有四个小时 没有 这个没有人管 但是开飞机的话 尤其到了夏天有的时候是蛮累的 因为这个座舱全是玻璃的嘛 座舱里面会特别热 被太阳晒了之后 而且你说一开始身体不是会痛吗 对的 没有精力在控制方向啊 什么之类的 不是挺危险的我觉得 这个时候你咬咬牙也得坚持下来 不然小命就没了啊 对啊 实在不行就是马上下面找一块空地 紧跟那个野外迫降 因为野外迫降其实只要有个500米长的空地 就能够落下去 因为滑翔机着陆距离很短 500米长不短啊 但是你在乡下的话 其实这种地方还是很容易转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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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像这个湖尔姆附近湖尔姆算是那个比较大的城市了吧 就在它城市边缘上我马上可以找到 就这种地方都能够可以做我们那个紧急迫降用的地方 因为滑翔机的话 它的那个滑翔性能很好 就是我每 像我们平时就我教练其实是1比36 也就是说我每下降一公里 我可以往前飞36公里 像我像现在这个高度差不多离地面 就是有800到900米的样子 也就是说 我可以继续往前飞一个30多公里 像这种高性能的飞机下降一公里 可以往前飞50多公里 你飞这么远的距离总能找到一片陵天呢 当然就是说你要及时做出那个就是 我现在要做野外迫降的决策 不要等到离地面只有200米了 我再想想起来坐离那个野外迫降 那就来不及找这个着陆场 最低最低差不多离地面400米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考虑周围哪里 有能够给我野外迫降的地方 其实就是飞行的时候 这种做正确的决断 是比飞行技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比如说我起飞的时候发生这个 动力失效了 我应该是飞什么动作 是往前还是掉头还是往后 这个时候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 然后我野外着陆的时候多高 我现在决定放弃飞回机场 我直接找一块 那个叫什么龙田 做一次迫降 这个都要及时做出 然后就说一旦做出决策了 就硬着头皮要把这个决策做完 不要临时再改决策 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就是说因为你有的时候决策改来改去 会把高度都浪费掉 更危险 就一旦做出一个决断的话 那就要把这个决断做到底 那您这边是怎么看到 那高度是有仪表还是纯粹是 有仪表 当然了仪表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是那个现在空宿表 现在时速是125公里每小时 这个高度 10300英尺 这里有一根小指针是万 然后这里的话 那个叫什么 这里是0300 1000还没到 所以这根是千 就是10300 10300英尺的话 差不多是3000米 然后讲到3000米就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飞楚歌风的时候 规定就是说超过3000米 要带氧气 如果没有氧气的话 在3000米以上最多可以飞 那个 20分钟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已经超过3000米 但我们只是看一下楚歌风 所以没有 没有被氧气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为了防止缺氧 就及时能够发现你缺氧 有没有缺氧 怎么办 互相出数学题 速算 有两个飞行人 就我出一个那个叫什么 52乘2等于多少 他必须马上回答 如果那个几秒钟之内 他回答不出来 我得接管飞机 因为说明他已经那个受到缺氧影响 反应慢了 如果两个人都缺氧影响 那就郁闷了 有缺氧影响 有问题吧 有问题 有问题 你们飞的时候一直是跟那个地面保持联系吗 还是 对 就是比如 飞到那个就是 超过地面5000英尺以上的话 就跟地面保持联系 他要像那个就是地面导航站报备 比如说我们从楚歌峰下来 就是像他这个是给我们分配了一个 就是应答机的编号6377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有一个Flightradar24这个软件 大家站去看过吗 你打开之后就能够看到 6377的这架飞机 就是我现在在飞的 然后呢 我们从楚歌峰下来 因为楚歌峰比较高 他雷达站那个叫 我们从上面下来之后 一下子进了那个山谷里面 他雷达看不见我们了 然后地面马上叫 那个叫什么 6377这架飞机 你还活着吗 雷达看不见你了 然后我说还活着呢 我们准备现在飞往什么什么地方 刚刚从楚歌峰下来 这个都要告诉他 不然的话就是 如果几分钟之内没有应答救援的 那个救援搜索队就出发了 那个一出发又是几万块钱 哈哈哈哈 嗯 好苦 嗯 坤叔叔我们打断一下呢 要不然就抛走十分钟 然后休息 咱们四点可以下班 好 那么贴体飞行呢 大家一看这个装备就知道 开摩托 那我怎么会想到开摩托的呢 又要这两位上场 这个汤克鲁斯认识吧 就还是那个叫什么 壮志淋云里面 他在机场上一路加速过去 我觉得这样 开完飞机下来 开摩托跟飞机比速度很酷 然后右边这个呢 我看中的是他一个动作 就是咔 这个起飞前飞行员做准备 然后把这个叫什么 就是把护目镜给拉下来 这个动作很漂亮 那我继续cosplay一下 他开着摩托 在跑到尽头 我也把摩托放在跑到尽头 他是西洋 我也是西洋 不过呢 就是我是一个孤独的起士 就我这次做这个PVD 我才发现 我跟我自己摩托车合影 没有几张 屈指可水 因为平时我都是一个人开摩托的 所以到一个地方拍照 就只有我的摩托在镜头上 没有我的 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 我坐在这个上面 那个把摩托停在 跑到前头 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要发挥想象力 然后这个动作我特别喜欢 现场演示一下 大家起来就这样 就是当时我一看 这个很酷 我一定要一定就是这个头盔了 就只有这样 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头盔里面 集成的一个墨镜 当然其实这个只是 随便你说 其实我开摩托跟这两个没有关系 当时真正让我决定去 开摩托的是因为这个广告 人为什么活着 为了思念 为了活下去 为了活更长 他还是为了离开 去奇摩托的了 五个台湾人 平均年龄八十一岁 一个重厅 一个得了癌症 三个有心脏病 每一个都有退化性关键源 六个月的准备 三个月的准备 哦 这个准备让我特别感兴 哦 这个准备让我特别感兴 从北到南 从黑夜到白天 就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 阶线 人为什么要活着 当时我就觉得 年少的时候有的梦想 就一定要抓紧时间 去把它实现 其实就是我从小就是比较喜欢看 那个一赛车和那个摩托车的比赛 所以就是 其实也是从小就喜欢摩托车的东西 然后当时看到这个广告 看到就是那个老爷爷死了之后 他的同伴背着他的遗像 带他去实现那个年轻时候的那个愿望 就让我一下子就碰到我心里面的一根神经 然后就觉得我那个一定要去看摩托 即使我以后现在不开 等到我退休跟他们老 就是跟他们一样老的时候 我还是要去追寻我这个梦想的 所以当时我就意义上学来的去学了摩托 那么摩托车大家都知道 其实还是比开汽车危险很多 所以就是全套护具要真的要上路的话 这个全套护具全都要穿好 我每次那个叫什么出门如果是开摩托出去的话 我一定穿全套装备 最多就是去超市的时候 我最多省掉一样装备就是这块东西 就是背在背上的 互背我不背 但是其他的护具我都会那个穿戴整齐 这样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是去超市这个短短的路上有可能发生事故 这个护具就这个衣服里面呢 都有一些那个叫什么护膝护肘 然后像这个保护背的 然后靴子它有专门的那个 就是脚踝部分这里全部是加强过的 就一旦摔车的话 能够尽量的减少你对人体的伤害 所以就是因为你毕竟是一个肉包铁的东西 这个摔起来还是挺疼的 就是所以就是能够做到的情况下 尽量能够把护具穿戴去 不要发生那个意外 好了 那那个就是 每次就其实穿这么多护具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 我还在卡鲁读博士的时候 从家里到这个学校 骑自行车25分钟 然后呢我如果开摩托穿户具 集五分钟冲多一点 脱户具五分钟多一点 中间开大概十分钟 也就是说我开摩托车来的话 比我骑自行车过来只是快五分钟 其实都亏大 但是就是为了安全 一定要把所有的户具 出门之前一定要 该穿什么都要穿好 然后才能够出门 然后最后这张装扮呢 其实我没有买摩托车之前 去那个摩托车驾校一直是这样去的 因为户具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放在那个背包里面 于是就每次去驾校之前 把所有的那个全套装备全部穿好 然后骑着自行车就去驾校了 然后马路上的人往往会觉得 像看怪物一样看 这个怎么穿成这样骑一辆自行车 然后我找了半天 就找出没几张我和摩托车的合影 这是我那个就是从 4S店里面把摩托车提出来的时候 的一张标准定装照 这是我和我的摩托车第一张合影 那个时候它上下几程只有一公里 现在已经是一万九千公里 这也是在店门口 然后去巴塞罗那的时候呢 当地租一辆摩托车开 就是比那个做公共交通要方便很多 然后开这个 就是开着这个摩托车也不用堵车啊 什么的就出去旅游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就是以后到一个城市 就租摩托车也不用那个 做公共交通了 还挺不错的 这辆是我看中的我的下一辆摩托车 这是在4S店试驾的时候拍的 然后这个家伙跟我的摩托车的合影 其实比我还多 可惜这只老鼠现在已经死掉快两年了 然后这张照片我就觉得摩托车和这只老鼠的起形挺像的 都是中间系 然后屁股特别大 趴在那 这时候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他和我的摩托的一张合影 然后讲到这个摩托最酷的其实就是弯道 就摩托车的乐趣在于能够在那个弯道里面这样很低的压车 而不在于我摩托车能够在高速公路上开到多快 所以其实我平时看摩托上高速公路比较少 就是一般高速公路旁边总有一条平行的蓝齿塔斯 我一般都开那条蓝齿塔斯 这样弯道会比较多 因为在高速公路上去开起来很无聊 油门到底 然后就这样开 一点意思都没有 要这样就过弯的才是摩托车的那个乐趣所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过弯 另外就是在弯道里面其实它要讲究切弯 就是说就是在弯道的顶点要切着那个叫什么弯的最里面过 就开汽车你不可能切弯 你切弯到对方车道里面 但是开摩托可以 这样所以就是摩托车 真的在黑森林里面开的话比汽车快很多 因为我一切弯就相当于走了直线 然后压车加这个切弯都需要很多的技巧 然后需要很多的经验 然后每次上路的话都是一次新的练习的过程 就会感觉这一个旅程不是那么无聊 不是单单就那个一路很四平八稳的开过去 而是每过一个弯道 我们都要想刚才这个弯道 我弯切的是不是好 我那个压车压的是不是够低 进弯前那个刹车有没有那个速度有没有刹到位 因为在弯里面刹车 那个是很不安全的 弯里面刹车 因为车子是斜的 然后一刹车其实很恐怖的 我试过有好几次都觉得就是弯里面紧急刹车的话 感觉人马上就要飞出去 然后马上就吓出一身汗 所以就是弯道的那个技巧要多练习 然后骑士的骑士的骑傲 就摩托车司机之间还有一个不成功的规定 当你在马路上碰到你司机的话 别的摩托车你都会跟你互相打招呼 你看所有的车都会跟你打招呼 然后看地上的椅子 这是我的那个打招呼的方式 就摩托车和摩托车司机 当汇车在马路上汇车的时候都会这样 像骑士至今 因为我们是同类 都是喜欢摩托车的 看到汽车不伸手的 那个看到对面摩托车来 咔一伸手 这个这个时候感觉最好 尤其是就是现在春天了 如果大家到黑森林去 那个叫经常有成情绝对的摩托 然后当对面一个摩托车队 十几二十辆摩托过来的时候 我这个手一直伸在那里 像阅兵一样 感觉还是 就这样一直手伸着步步缩回来 就这样 大家好 大家好 就这样 时间关系摩托车 我就简单的讲讲 大家对于摩托车有什么问题吗 太轻的是不是压下去啊 你能弯 是不是腰也有点 跟分量应该没有关系 也和技巧有关 对主要是技巧 再轻的人我觉得也能够压下去 就是你把腰一扭 就这样压下去 就是说在马路上 就刚才这样的压弯 是不能在马路上用的 就是说 这个就是 当你左转弯的时候 你稍微站起来 屁股往左 然后左面的膝盖擦着地 这个是那个比赛用的压弯动作 马路上是不能做的 警察看到三百块钱一次 然后那个就是 正常马路上的压弯 就是不是我人往左 而只是腰 屁股把那个叫什么车 整个往左压下去 是这个动作 不能够这样压 这个是比赛动作 不能落在马路上用 那你摩托最快开到多少 一百八 但是也就屈指可数几次 就一百八可能那次 我印象中我开到一百八 就是我新换了一块封挡 就我现在这块封挡 是那个不是原厂的 是后来换了一块 就我觉得封太大 我要换一块高一点的封挡 然后换完之后 我就到高速公路上去测试一下 这块新的封挡的那个叫什么 感觉怎么样 然后就飙到一百八 然后再高没有上去过 这辆摩托车的那个表速 最快是二百四 然后我看人家在赛道上 确实能够开到二百四 这辆车 但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开过 开到过极限 当然 就是说那个叫什么 这摩托车呢 比跟汽车相比就是 它的性能要好很多 这辆摩托的话 它的那个零到一百加速 是三点九秒 然后不过这是专业选手开出来 我自己能开进五秒 然后我是在机场上开的 在马路上我也不会去开 做这种动作 机场上的话就是牛门到底 然后它的那个加速 最快的那一段 是五十到七十一档 就一档它最高 可以到七十多一点 然后在五十到七十之间 它的转速已经接近一万转了 然后功率输出特别大 这个时候会有一瞬间的 那个很强的加速 我第一次试的时候 心儿一下 当然后面滑翔机 这个还要离开 那已经是 那个叫什么后面的试镜了 但是这个叫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第一次开这个 就是第一次体验到这个 就是摩托车一档 在五十到七十加速的时候 很恐怖 真的是吓死了 我是就是这辆车 我买了一年之后 我才赶去那个叫什么 试一档油门到底 第一年我从来没有试过 然后在马路上我也不会试镜了 因为毕竟你不当心飞出去的话 主要是怕那个 就是你摔在地上之后 后面的车来不及刹车 撞到你啊 或者什么 在机场上摔了 也就摔了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因为穿了护去之后 你自己摔 一般受伤的那个程度 还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摩托车手最怕的是 摔在地上之后 被对向的 或者后面来的车 那个二次撞击 那个就比较厉害 你刚才有问题 我刚才有问题 就是说 开摩托车是不是对路面要求比较高 如果颠簸 或者有小石头 对的对的 就是你开汽车的时候 比如说经常 旁边有一块牌子写 或者那个什么 就是路面起伏 开汽车大部分 你就看见像没看见一样 其实那是给摩托车驾驶人看的 就是你 我看到这个之后 就知道前面那个路面 可能不太好 或者那个叫说 比如前面路面写着有青蛙 那我都会到这 这些地方都会减速 就随时要做好 就是你有心理准备 准备好那个紧急制动的时候 比没有准备要好很多 那个到时候能够放音过来 开摩托车最危险的一次 其实是在驾校里发生的 就是在高速公路练习 然后当时有点堵车 然后车都车跟车之间距离比较近 然后跟在一辆大卡车后面 然后忽然那个前面那辆大卡车 爆胎 飞出来半个轮胎 半个大卡车轮胎 直挺挺超偶过来 然后当时就是 因为那个就是驾校之前理论科 都已经那个就是教过 这种情况下 应该怎么反应了 马上那个离合离掉 用力握紧车把准备好撞击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马上反应过来 用力握住车把 但不能刹车 然后运气好 这个东西就擦着我的左边飞过去了 那半个轮胎 然后我躲过去了 教练没躲 然后打在教练车上 然后教练车也没什么问题 他打在教练车之后 再弹到旁边去 把旁边一辆车的牌照给砸下来 那如果准备撞击的话 撞击后会怎么样 倒地 所以就是教练车要跟在你后面 这个它其实是保护你的 就是一旦你前面摔倒 教练车马上那个后面停住 防止后面再有车撞上来 所以就是你看那个就是摩托车驾校 一般都是教练车跟在后面 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们本来这里是中场休息 那现在我们继续剑刻的人光 那现在我有白色的铁马上 那当然还得配上剑才能够像索罗 对吧 这也是小时候的偶像 还有这两个家伙大家也都认识 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客串一下剑刻 那么招立大老规矩 cosplay一下 这个骑在马上举剑 这个是举剑一个凸刺马刀 然后如果前面有敌人的话 就这样砍下去 然后猫和老鼠呢 没有猫我就拿老鼠来凑过 好了 cosplay完讲讲我的基建历史 我那个2004年开始基建了 当时是我那个第一个基建俱乐部 是在上海上海实力基建俱乐部 这是我当时在这个俱乐部里面穿的那个战袍 这是我的第一套战袍上面 就是还有当时的这个就是俱乐部的徽标 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然后大家可以仔细看的话 我这个上面全部都是划痕 全部是那个 有点年头啊 都是我那个 种的剑都在这个上面 非常有历史 当时呢 看上去还比较年轻 还有点头发 现在头发都没了 然后这个是我的第一把剑 然后一直用到现在 这个里面这个金色的是我当时用那个油漆写的我在大学里的学号 因为剑都长得一样嘛 需要那个就是放在一起 哪把剑是谁的 那这个都要做个记号 那我就把学号写上去 然后这个就是新的剑 这个护手这里是像镜子一样亮晶晶的 现在就是用了十多年的这个护手上面全部是划痕 每一道划痕它就帮我挡掉了一剑 然后当然这个剑条已经换过多少根我都不知道 就是一直打 因为就是剑的话 它本身是软的 然后这样 就想扎自己了 就是它会这样弯过来 在进攻的时候经常弯过来 然后这样弯多的话 它金属疲劳之后就会断掉 然后像高强度训练的话 一根剑条 寿命也就一年左右 一年之后这里会断掉 然后就要换新的剑条 然后这个只要把后面螺丝拧掉 然后这个剑条就可以拆下来 当年我的口号就是打败大师姐 可惜当年那个叫什么拍照手机还是稀罕玩意儿 也没有微信啊 这种东西 所以我到现在连大师姐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然后就只有印象中是一个短发的小姑娘 大概这么高 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工作 然后很厉害 那个时候是同一批里面最小的一个师弟 进去被大师姐乱砍 所以当时我的目标就是打败大师姐 当然现在呢 现在我自己已经是南征北战 赢过很多比赛了 这个都是我在各个比赛中获奖 然后现在有这么多奖牌 我估计现在再去找大师姐的话 大概能够赢他了 至少就是当时他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突刺的动作 我是学会了 这个动作我是终于学会了 至少不怕他这个招了 但是这么多年务实人非了 也没有再也没有机会找大师姐再去比试比试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么一样就是机件的话有这么多装备 从那个叫什么面罩头盔 然后内盔 然后胸甲下面的那个裤子袜子 等等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标准的装备 然后大家发现手套只有一个 就是说机件的话 只有拿武器的手是戴手套的 另一只手是没 就是这样 就是空着上去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手被打到很痛 因为这个你戴着手套的话 这个还能防掉一点 这个直接打在这上面的话 非常非常痛 经常一件上去肯定就出血了 然后这个一年里面 可能左手会被打到三到四次吧 他为什么不戴手套呢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就是 就是不拿武器的时候 是不戴手套 反正就是这样规定的 就显得优扬一些 没有可能吧 你用另外一只手去抓对方的剑 这个是犯规的 就是这个机件的时候 是禁止拿飞 就不持武器的时候 去抓对方的剑 然后你抓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那个吃一张红牌 还是吃一张黑牌 估计红牌 红牌就罚一分 黑牌的话 你这场比赛都不用参加了 讲到优扬呢 机件确实很优扬 其实机件跟芭蕾是同源的 大家可以看就是 这是个芭蕾舞演员 这是个机件运动员 其实大家的准备动作是一样的 就其实我们可以觉得就是 机件其实跟跳芭蕾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我们讲讲这个动作 标准动作 其实就是怎么站呢 往这里一站 立正对吧 然后两只脚乘90度 要这样站 这个是那个叫什么 机件的标准站姿 然后呢 试一下 先这样站好 对吧 然后我们先看脚 脚尖绷直 往前半步 回来 往前半步 回来 下蹲 起立 下蹲 起立 往前半步 重心前移 下蹲 步起来 保持住 这就是我们腿的站姿 然后再来看手 伸起来 放下 打开 收回半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机件的那个 最最标准的那个起始式 就是那个 男的舞者现在这个动作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我们这个从第一步 第一个动作开始 就跟芭蕾舞是差不多的 好 然后我们继续 当然他这个就是 这个我估计 这男的也是芭蕾舞运动的 其实他做 跟他做的这个动作 跟肌腱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他的手臂 他是跟那个身体是平起的 其实应该是往前一点 就是说我的手要稍微往前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标准的准备动作 然后站在那个 就是开始线前面 然后 接下去肌腱的就是 往前一步 这样往后一步 往后一步 往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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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右边的话 这个就是女芭蕾舞演员 正在进攻 她是做这么一个 往下的那个击打动作 然后防守的一方 他这个动作 其实是这个 就是从我的 从我的那个 就是对方朝我的脑袋砍下来 然后我作为防守的一方 把剑拎起来 横在我的头上 就是这样 就是右边这个动作 这样的话 就是把对方砍过来的剑 给挡住了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突刺动作 突刺动作就是说 从这个原地 然后向前跨出一步 一大步 然后做出这样一个 攻步的动作 跨出一大步 攻步 然后同时 手伸出去 把那个 剑向对手砍过去 就是最后从这个位置 变到这个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 这个动作和这个 芭蕾舞动作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芭蕾舞专家 是不是跳舞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动作 对吧 然后那个 右边这个 跳起来的 其实是个 这个动作呢 当然 是这样一个 跳起来的动作 当然它那个就是 后面的脚这样 有点夸张 一般是那个 这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 一会儿你可以 那个叫什么 把这个录像 反过来看看 就我的腿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知道 在空中是什么样的 但我觉得应该 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 其实 你有的时候 很难分别 到底我这个 就是说感觉 肌腱的动作 和芭蕾舞的动作 其实只有一线 那就是 一线之隔 其实都差不多 比如说 看看这张 老的肌腱照片 训练 其实以前 女的肌腱的时候 穿的是裙子 如果照一看的话 你不会觉得 这是肌腱训练 而觉得是个五会 对吧 然后 这个就是 这个其实是 女的在做 这个扑刺动作 然后男的运动员 在做防守动作 所以说就是 肌腱和芭蕾舞 其实 差不多是同一件事情 很优雅 所以女同学们 如果要学肌腱的话 不要犹豫 这个运动非常优雅 不是说是野蛮人 拼刺刀的运动 而是非常的 怎么说 比如说像这个 就明显做 这个是一个 女的运动员 做的这些演示动作 这七个动作 是肌腱当中 比较常见的一些 那个进攻和防守的动作 然后这个是一个 比赛中的照片 把它模糊化之后 感觉这个两个人 就像互相在跳舞一样 对吧 就是鳄鱼一 然后那个是鳄鱼一 往后一吹 这个其实都是一些 舞蹈动作 那么 讲到肌腱 大家多少总会知道 听到过就是 肌腱分配件 花件重件 然后 区别呢 还比较好区别的 就是 配件的话 这红色部分是有效部位 也就是说 配件 这个是腰部以上 包括双臂和脑袋 然后这个就 这是一件配件的电衣 就是说 肌腱的时候我们会穿 穿上这个电衣 然后呢 背后 件 件是带电的 会和那个裁判器连接 然后这个电衣 后面也有根线 跟裁判器连在一起 对方的件打过来之后 电路导通 灯就会亮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电衣 从这个叫什么 银灰色的部分 就能看出来 哪里是有效的 打到下面不导通 那灯就不会亮 那就是这一件 是无效的 用配件的来源是 就是以前的士兵 士兵的那个剑术 就是你在战场上 如果跟人格斗的话 你必须打中他的要害 打中上半身 你才能够把敌人 有效的进行 就是一些 就是停止作用 使得敌人 士能力 如果打中腿部 之类的 他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 并不能说是 完全丧失战斗力的 所以他 这个就配件是 江湖一定 要打中那个 这个 腰部以上 然后呢 配件呢 配件呢 这个兵器呢 也是特别 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有一个月牙型的护手 然后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佐罗 佐罗传奇 其实他用的就是一般配件 然后呢 这个前面是健身 这里有根血槽 这个就原来的配件都有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结构 血槽的话就扎进身体里面去 之后放血速度可以快一点 然后他的标志性呢 就是这个月牙型的护手 一眼就能看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配件 它本身是一个 全身都是 就是 就是只要碰到 就算 它是没有那个力量控制的 然后重件和花件的一块 它有 就是说 不是说你打中了就算 还有要达到一定的力量才行 这个是配件 然后花件呢 花件呢 是这样一把 它的饼呢 就是花件最大特点就是 它的那个叫什么 护手非常小 就这么小一个圆圈 你跟那个中间的配件放在一起 一眼就能看出来 握的是一个这个叫枪柄 就是像拿手枪一样 就是 嗯 其实这样抓过的非常好 两个手指这样捏住 只有剩下三个手指 在后面这个 这样拿住 然后一样 这里插电 然后这个花件 它上面就没有雪藏 因为花件它不是 一个就是 以前是不存在这种兵器的 它是就是 人造出来的一种 那个改良过的 那个叫什么 贵族之间打着玩的一种兵器 就是介于中间和配件之间的 然后规则也是 那个介于这个配件和中间之间 这个规则一会儿再讲 然后呢 花件有 那个叫什么 就是前面有个弹簧头 就是说 我那个打中之后 一定要把这个弹簧头给按下去 像一个开关一样 那个才会 裁判器才会打通 才会亮 然后呢 花件同样的就是 它的有效部位是 上半身 包括这个三角区 然后不包括那个 不包括手臂和头 然后注意就是 这里有一条直线 也就是说 花件的那个头盔 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 它这里还有一个 还那个金属的 就和跟这个一样 就上半部分 跟中间的头盔是一样 然后下半部分的话 是有一块金属挡电 这样的话就这一部分 打到也可以 不然的话就是 我穿上金属衣之后 这个头盔一戴 我这里一块 就变成无效部位了 所以就必须 这一块再补上一块金属 然后才符合这个 叫什么花件的规定 然后最后重件 重件来源呢 就是 以前的地下决斗 身死相搏 所以全身从头到脚 全部是那个 红的 打到哪都算 但是呢 重件这个叫什么 穿电衣怎么办呢 其实重件就不用 穿电衣了 重件就是 重件它是那个 自我导通 就是说 我不需要打到 那个叫什么 电衣上面 它按下去之后 它里面电路循环 是自循环的 也就是说 重件其实我 往墙上戳一下 或者往地板上戳一下 它一样会亮灯的 所以就是裁判要看的 就是说你亮灯 到底是打中人了 还是打到那个墙 或者地板了 它那个不需要 就是电衣去导通 然后重件的话 这个重件有两种手柄 一种手柄 是跟花件类似的 是这种枪柄 也是这样 就握法跟那个花件 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就是叫 法式 法式重件柄 那那个法式重件柄 的话 那就是一根棍子 然后这种那个 这种柄的优点 就是它的力量比较强大 但是法式的柄呢 力量小 但是法式的柄会长一点 一寸长就一分墙 就这样的话 就双方同时 把手伸出来之后 我如果长一点 我就能够碰到对手 然后对手是碰不到我的 那我就有优势 但是呢 你就这个时候就得看 就是你的力量就不行 因为那个长的柄的话 没有这种枪柄握得牢 我对方很容易把你的剑给打掉 剑打掉的话 那你那个再长也没用 然后这个一样前面是 有一个弹簧头 一定要把这个弹簧头压下去 重件是750克 花件是500克 如果你力量不到的话 这个就是我轻轻这样碰一下 虽然碰到了 但是它不亮 另外就是配件的话 这一件我的动作都是 这样可以砍的 我随便这样砍到 只要砍到这个垫衣上 它都会倒通 但是重件和花件一定只能刺 因为它一定要这个头给按下去 也就是说 我当我那个拿重件 这样砍到人的话 它头没有按下去 那这一件就无效 它灯不会亮 那么鸡箭呢 鸡箭7的什么呢 看上去就是 我打到你不就行了吗 那么鸡箭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比如说 我拿配件来 那个做例子的话 配件就是进 有三种最基本的进攻方式 就是直接往下砍 砍头 或者那个砍 或者我这个箭往左边转 然后砍对方的左腰 不对这是右腰 往左面砍右腰 或者往右面砍左腰 就是说 这样砍腰 或者这样砍腰 那么对应的呢 我就有三个防守动作 当我砍你的头的时候 我的手就这样起来 把你的箭挡掉 当你那个 这个腰砍过来的时候 那么我就把箭这样转过来 对方的箭这样砍过来 就我的箭把它打掉 挡掉之后 我再砍回去 然后往右是一样的 它从右边过来 然后我的箭 往右把它挡掉 这个就是这样一些攻防 然后接下去再加上技巧 就比如说加动作 比如说我这样 先往右边 引诱你一下 让你觉得我要砍你右腰 然后我对手马上去做 去做这个防守动作 那我箭马上反过来 做一下假动作之后 往这边看 这个就是很多像打篮球 也有这些假动作 这个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说 让对手能够判断失误 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出键速度要快 另外一个就是要 诱骗对手 让他上我的当 然后呢 当我箭防守之后 其实这个就是护手 其实就是我的盾牌 就是我自己的剑身 和我的那个护手之间 有一个三角区 这个三角区是要好好利用的 我不能够用我的手 去抓对方的那个兵器 但是我可以用这个三角区 去把这个对方的那个兵器 给卡住 这样的话 我可以把他的兵器给推走 同时打到他 所以经常我们看到 那个叫什么 左螺基键是有这样转 这个转是干什么呢 就是你对方的剑过来之后 我一转 把你这个剑给那个 吸到这个三角区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 我这个往前一推 或者你帮我拿一下剑吧 就说我这样吸住你之后 我往前一推 他的那个剑自然而然的 就跑到旁边去了 这个时候我的剑只要往下 就可以打到他 就是说 基键主要就是玩这些 很小的技巧 然后呢 这个家具就涉及到 那个基键的规则 规则呢 相对重剑的规则 其实是最简单的 就是看谁的灯亮 谁就得分 同时亮同时得分 因为它是 从地下决斗来的 单挑嘛 打中就赢 我只要打到你 我就得一分 生死相搏 然后那个 配剑的话 配剑和花剑都要讲究 那个进攻权 什么叫进攻权呢 就是说 我往前的时候 我就有进攻权 然后 当我那个剑砍下去 就是我只有一次进攻机会 当我剑砍下去 如果没有砍到对手 我的进攻权马上就自动转移到对手身上 然后对手就有进攻权 这个时候他可以攻击我 也就是说 裁判主要是看就是 剑打 就是两个灯如果同时亮的话 同时亮灯的这个瞬间 进攻权到底在谁的手里 谁就得分 如果那个就是 我没有进攻权 但是我只亮我一个人的灯的话 当然是我得分 进攻权主要是 就是说 当两个人同时亮灯的时候 谁有进攻权是否得分 配件就是说 记住一个原则 就勇往直前 往前我总是有优势的 如果两个人同时往前 同时有进攻权 那就谁都不得分 然后这个往往就是 要看裁判怎么办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 对方攻过来 我没有进攻权怎么办 我可以当他出箭的瞬间 我加速后退 他一箭打空之后 马上就是我的那个进攻权了 然后我马上反击一下 就是我的得分 或者呢 他的那个 他在过来 他砍我的时候 我把他的第一个 第一个那个进攻给挡掉了 那么也是我的进攻权 因为他只有一次攻击机会 进攻挡掉之后 我就可以反击 当然有的时候就会这样 对方过来 我防守掉 我反击之后 他也把我的反 那个叫什么 我的那个回击 我把我的反攻给打掉了 这个时候对方又有进攻权了 这个时候他又能打我 然后这个时候 我要么防守 要么后退 一直到最后分出胜负为止 然后花剑呢 就是介于两者之间 花剑也有进攻权 然后呢 他那个叫什么 这进攻权其实是一样的 花剑和配件的进攻权 基本上可能有一些比较小的那个区别 因为我平时不打花剑 所以我对花剑规则不是特别的熟悉 就是配件的话 就是我手不能够缩回来 就是说 我如果人在往前的过程中 虽然我人在前面 但是我手往回撤了 这个时候其实就算作我的后退 就是我没有进攻权了 但花剑你常常可以看到 就是打花剑的人 那个往前走的时候剑是往后的 但是这个时候他仍然有进攻权 所以就可能花剑是 就是只看那个前进后退 他为什么往后呢 就是说 我还有一种就是 获得进攻权的方法 就是当对方有进攻权的时候 他在办当中 我拿我的剑先把他的剑给打掉 他这样拿着剑朝我过来 他还没有进攻 我就可以提前把他的剑先打掉 这个时候我就把进攻权抢过来 那么花剑经常就是 有人就这样发 我直接把剑打放在后面 你想打掉我的剑尖是不行的 我冲到足够进了 之后一下子把剑甩出来 打你这样的话 就是保护我的进攻权 当然这个风险就是 你的剑在后面的话 我甩出来肯定没有 对方直接出剑快 因为这么长的路程 对手如果那个看你剑在后面的话 很有可能他一边退一边找个机会 咔一剑就刺过来 这个时候就是直接对方就得分了 你根本没有机会出你的剑 反正这个就是具体安排什么战术呢 这个都要到就是临场随其一边 然后这个就需要凭经验 然后看看平时的训练 其实训练挺枯燥的 所以是要不停地对着 那个这个靶子就这样练剑 比如说像这个练的就是 从各个方向进攻这个靶子 就是用我的剑在这个靶子周围摸一圈 那个练习就是控制剑尖的 这个叫什么小动作 这样啪啪啪啪啪 把他一圈转过来 然后就要去这个是 就是普通的进攻的动作 砍头 大家如果只看脚巴巴 会不会觉得我在跳芭蕾啊 然后这个是砍头 或者砍左腰砍右腰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动作 就是我的方手头 然后马上那个叫什么反击 方手反击 或者那个王左防手反击 这王左防手反击 就像这个动作 每次去训练的话 等于训练个一百多个吧 反复做这些动作 就从学肌剑一直到现在 这些动作一直要做 然后刚才大家可能听见 就是我剑砍下去有这个声音 是因为配剑 它是可以砍的 然后重剑和发剑只能四 然后呢它这个剑尖前面 其实有一个这个环 就像哨子一样 所以我这样砍下去会有声音 然后因为以前是那个 就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规定 现在就是只要碰到就算 以前呢它还有一个 配件还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你必须拿刀刃砍到对方 才有用 你拿那个就是 那个刀背砍人是没有用的 对吧 因为你真的打仗的话 你那个 如果是那个剑侧面打到人身上 也就是疼一下 没有杀伤力 所以它这个哨子 其实是跟那个刀刃是同一个方向的 这样的话 裁判要听 就是说你砍下去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个哨声 如果我那个就是什么 是这样的话 声音不一样 这样是有效的 这个是无效词 然后之前还写了个问题 叫基建符为什么是白色的 剑头让你涂颜亮 对的 就是以前那个叫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打中 你说打中就打中啊 剑上涂碳粉 然后那个叫什么 打到你这个剑身上就一道印子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判断出 说是否真的打中了 就以前是最早没有裁判器的时候 是这样的 然后这 这些东西都那个保留到了今天 然后这是我的独门 那个 这个叫什么 独门武功 化身年线 就平时重剑训练的时候 就是练习去刺这根绳子 就这个绳子大概这么粗 然后从一定的距离冲过去要刺中 然后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不像固定板 你每次一键之后 它的绳子就会不规则的运动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 它的那个运动的方向是什么样 这样的话就等于 自己能够练习一下移动板 因为有的时候你打那个固定板啊 我拿着就直接戳这个圈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戳的 然后但是当它一直在动的时候 就相对要求比较高一点 然后像我这个 我自己估摸了一下 就是如果站在那里不动 打绳子的话 能够有七到八成的命中率 然后从远处 就是加上这个步伐 加上突刺的话 大概是五成的命中率 刚开始的时候 是能够有一成就不错了 主要就是练习控制这个 剑线的能力 大家一会儿可以拿这个剑 这次我特别带了很多剑 就是让大家自己没事拿把剑 剑线的我们的 然后再看看 配件就是基建的实战 先是配件实战 就是基建的第一件事情 是要尽力 哎呦我的身材 就大家可以看到 就对手过来 先拿剑碰一下我的电一 这个是先检测一下 电路有没有导通 就是说大家 那个所有的线路 有没有连接好 然后看看灯亮不亮 这个时候后面 双方的那个 就是两个灯都亮了 红灯绿灯 而且要同时亮 才行 这样的话就是 现在电路是通了 然后就对手敬礼了 然后也是这样 这样把剑举起来 举剑 然后把剑放下 就是这个叫什么 撇刀里 然后再向裁判和观众敬礼 如果不敬礼的话 你会被踢出比赛 进完里之后 带上面罩 然后做这个准备动作 然后像这个第一件 就是它打在我的那个 这个位置 然后我那个 就是第一件被我挡掉 然后我反击一下 第二件的话 大家同时谁都不得分 然后这一件的话 是我比它触键快 我已经挡到它 然后它其实做了一个反击 但是因为我已经打中它 所以它反击无效 刚才这一件又是同时 然后这一件跟第一件 是一样的 就是它打在我这个位置 然后打掉 然后反击又是同时 就配剑比赛经常能够看到 就两个人不停地往前 蹦同时 蹦同时 然后这个时候 刚才是两个人都犹豫了 往后退 然后就我有进攻权 也没打中 刚才就这几个回合 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再放一遍 就是配剑比赛 相对比重剑比赛要难懂一些 同时往前 同时往后都没有进攻权 然后我有进攻权 进攻没有打空 对方有进攻权 他打过来被我防掉 我有进攻权 然后我打空 然后这个时候 我失误了 我就策略错误 就是我没有往后退 而是往前 这个时候两个人同时 他有进攻权 他得分 然后重剑比赛的话 就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就其实只要看后面的 这个裁判器 谁的灯亮 绝对比赛 然后就不停地这样去试对方 像这样打过去 然后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对方下一步会做什么 然后会两个人都卡在那里想招 想完招之后一出箭 然后趴防掉 然后在那个反攻 然后像最后 他是那个箭滑在我的面罩上 然后这个就是基建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累不累 挺累 就是 像我现在就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耐力 毕竟三十多岁了 体力其实是在走下 脱路的 然后就要强迫自己 我一般是从晚上八点半开始 上了箭滑之后就不下来了 就是打完之后下一个 还有谁 上来 然后就是从八点半一直打到九点半 把那个俱乐部里面所有的人都打一遍 然后再结束 中间不休息 因为正常情况下 很多人都是打完一箭之后 坐底下休息十分钟 然后再上来打 然后就是 我为了锻炼自己的体力就是 中间不停歇 因为其实体力是所有体育运动的 最最基本的一个基础 体力不好的话 就是一切皆无 打到后来 就很明显的就是 比如说接近九点半的时候 体力属于比较低的情况 很多动作都会走平 就 在基建的时候 一些标准动作其实非常重要 当你的那个一些动作做不到位的时候 就那个进攻效率或者防守的能力就会下降很多 因为这些标准动作都是一百多年来这么多高手总结出来的最好的一些动作 你如果那个叫什么 做得不好的话 比如说单单这个刺的动作 做不好 像很多人就是一上来这个键 这么看上去那个很猛 甩这么大 其实没有用啊 因为你一旦甩到旁边去 就是中间的话 它指向性就没有了 甩到旁边 它其实指向的是空气 不是那个叫什么 对手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放慢动作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 射边那个很有气势的 甩键 然后对手轻轻的蹦一下 他才就完了 就感觉那种就是 武林高手碰到一个没有练过的人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在那耍什么样 蹦一下 一分 有的 这个家伙就左手键 所以我最讨厌的 左手键 所以那个左手键的话 它的那个 所有的那个就是 动作全部是反的 就是说右手键 比如我们那个比较习惯的 都是往这边防守 然后左手键 它从一连练键的第一天开始 就是针对右手键键的 所以它那个叫什么 比较适应打那个右手键 然后但是又 练右手键的人 不太适应打左手键 所以左手键就有一个 天生的优势 就是它是从反方向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 肌键如果人长得高的话 很有优势 其实就很好理解吗 我们双方把那个 手伸出了 高的人手臂长 然后他能碰到 我碰不到他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居高临下 试炼获福 真的就是你肌键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跳下来 因为我不够高 我从上面砍下去 比较容易打中对手 但是你如果人本身 比较高的话 就不用跳 你本身就比对方高 就是肌键往下 刺比较容易命中 但是就是游下往上的话 很难 我每周三周五在那个基建馆练 然后周一在家练 最开始在上海的时候 我一周一次 这个东西就是 你就说这个不是强势的 因为是俱乐部嘛 你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就看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如果想要赢一些比赛的话 那就要努力训练 如果只是玩玩的话 那这个你一个月去一次都不要紧 但是就要做好那个 很快就人家在那里练 你不练的话 很快你就会 同批进去的学员里面 你就会被人家乱砍 然后基建的话 我那个时候 大概练到第一年第二年 第二年吧 有一个平台期感觉 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 俱乐部里面没有一个人 我能打过的 上去打谁都是我输 在德国 对 对讲到这个 我就是到了德国之后 我曾经中断了五年的基建 很可惜 然后这个真的是要 就是说要趁年轻的时候练 年轻的时候 有些动作比较容易练会 年纪大了 学动作就学得比较慢 我觉得25岁以下吧 像我很明显的就是 我的步法是那个 22岁不到就学了 步法是在大学里面学的 所以我的步法特别好 但是我手上的就是 我一开始学的是那个配件 然后到这里改练重剑 接近30岁的时候才改练了重剑 然后我重剑的手法 就怎么都练不标准 这个就有一个区别 然后就是你有打多了之后 你往那一站 其实就说不用打 我看你这个叫什么 做这个准备动作 我大约就能估摸出 你这个人水平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动作标准 和不标准 还是和那个有很大的区别 你动作不标准的话 一走行就特别容易输 你刚刚有问题 那你一会儿可以拿件事 没有问题的话 最后一个环节 看看滑雪 滑雪就给大家看几段短的录像了 这个是我最新就是 叫什么 完全的新手 brand new的新手的时候 第一次滑雪 第一次下那个缆车 然后这段录像 后来在我博士毕业的时候 被他们贴到了 我的博士的车子上 就剪成一针一针的 这个时候我是什么都不会 站就站了两下才站起来 就其实这个一点坡度都没有 但是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 然后就直轻轻地 就撞到对面的那个墙上去了 然后滑雪障碍飞到山下面去 然后这个就是 后面他们看我真的是一点都不会 然后就让我到这种小朋友学习的 那个练练习滑雪的地方 就绕这个桩 斯拉罗绕这个旗子 就教了我一下 大概那个是 什么样的那个技术要领 然后这是在英斯布鲁克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完整的那个叫什么 把这个几面小旗子全部滑下来 结果在最后时刻 跟我拍到这个同事 自己摔了一跤 然后没拍完整 我最后一面旗子没有拍到 不过呢 就是滑过一次之后 我就疯狂地喜欢上了滑雪 然后有机会就去滑 六年之后我已经可以这样滑了 然后呢 这画面上的不是我 我是拍这段录像的 就是说六年之后我现在已经可以在滑雪的时候 很稳定地拿着那个 就是顶着摄像头 然后帮人家去跟拍 然后就是要随就是我跟拍的时候 我得时刻注意着像这个侧领拍 我基本上就只能用鱼光 然后身体侧着滑雪 就现在基本上滑的话就是一些有点像随心所欲的可以这样滑 就是要又要那个判断被拍的人 他要往什么方向滑 然后他滑的多快 我要跟他的速度进行同步 就是练了这么多年之后 终于小有成就 然后呢就是 然后我跟我开摩托一样 我发现就是我自己滑雪 没有人帮我拍录像 就我滑雪的照片也很少 都是我帮别人拍 然后这个刚才那个里面就是拍的我弟弟 然后这个是我弟弟后来也跟着我那个稍微练习一下怎么来 拍人 然后他拍的第一段里面就是拍我 就但他刚开始那个叫什么学习这个跟拍 所以就还不是镜头还不是特别有的 然后我也很少看到我自己滑雪是什么动作 然后我就觉得就从镜头上看我滑雪挺淡定的 就这样拎着一根杆子 就这样轻轻的左右滑 然后这个时候就 这个拖度稍微有点大 然后我弟弟还这里差点摔一脚 其实就是练习的时候要不怕摔 另外我滑雪的时候穿这个就是我开摩托车的这个护具 我滑雪的时候也穿了就是保护背 万一后面有人撞到我的背上的话 这个可以保护脊椎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做这些相对有风险的事情还是会很注意安全 就滑雪的话我肯定是头盔什么头盔和这个都要带 要上那个额外的六节摩托车的理论课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那个look 就是上路教练跟着在马路上多开几圈 开门27个学生就能考试 价格也差不多 那个时候考的是1200块钱 就是他学的话一开始是一辆最小的125cc的摩托 很轻让你开 然后185cc开的差不多了 换250cc的 然后再换的那个500cc 然后再换600cc 那摩托车是没速度的时候也速不起来呀 必须要脚冲着地吧 对的 对的 就跟滑翔机一样 停在那里需要有个人拖着 绝会 绝会那个只要会骑自行车的话 那个都一样 我没有自行车不敢脚搭 那个才有一扇子 其实感觉差不多就 骑自行车你蹬两脚之后不蹬了 那不就是跟摩托车感觉是一样的呀 只不摩托车我一转油门 它就往前跑 那自行车不用蹬的时候也是我这样坐着它就往前跑 要额外考的还要在家考六个学识 对 因为发动机控制还要学习一下 你单单知道这往上推是油门 然后在那边往上推是那个增加角度还不够的 因为最最重要的就是发动机失效的时候怎么处置 我们滑翔机起飞的时候绳子断掉了 如果你在那个就是螺旋桨飞机起飞的时候 发动机忽然停转了怎么办 会吗 会啊 这个那个民航客机一样会吗 发德逊河的那个萨利机长 不也是撞鸟之后双发都没用 两台发动机都失效了 对 其实就是发动机失效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你要学会怎么处置 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螺旋桨的飞机 它的滑翔性能没有滑翔机这么好 所以一旦它发动机失效了 其实比那个滑翔机就危险很多了 因为滑翔机它平时就是不需要动力的 然后它的落地什么都能很轻 然后那个螺旋桨的话 螺旋桨飞机它可能那个滑翔比只有一比十几 也就是下降一公里 它只能飞十二公里 那你要很快的找到场外破降的地方 那像这种的话 它为什么不带一种 比如说像降落伞的保护装置 带啊 你就是飞滑翔机我也带降落伞 但是降落伞你那个700米以下 跳伞的话基本上就靠运气了 开伞高度700米 滑翔机的那个降落伞 主要是用于就是比翼双飞的时候 箱撞了 那个高度很高1000多米 你有足够的那个空高度可以跳伞跳下来 这种情况下飞机就不要了 对飞机就不要了 但这个时候你仍要保住 但是你比如说我在着陆阶段只有400米都不到 那跳出去之后还没有开伞呢 就已经摔在地上了 直接拍地上 而且不要说这个就是光是开仓盖这个就会挺费劲的 就我那个试了一下就是紧急情况下开仓盖 我第一次试的时候大概花了三四秒钟才把仓盖打开 那个是为了练习吗 还是真的有精彩 练习就是不是在天上 天上一飞仓盖 仓盖飞掉了 就是说是在机库里面 然后正好是冬季维护的时候 要把坐仓盖拆下来 那他们看我是最新的新手 说那你练习一次那个紧急开仓盖吧 然后我就去拉那个紧急把手 没拉动 没拉动 然后拉动了 然后再开仓盖把它顶起来 然后仓盖很重 然后这还是停在地面的那个状态下 就是在天上的话 有母排在飞 对面气流过来 还会把仓盖压住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到紧急情况下 能不能跳出来 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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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地上不一样 但是现在那个华阳机的身份 有很多人 我们直接在它的底上 换一个枪 整机降落伞的话 只有那个就是超轻型飞机 但是一个机型 那是可以坐两个人的 对 一般的情况下 一个是单飞的比较多 还是两个人机 单飞的比较多 就大部分华阳机是单坐 有两座的那是 对 双座的话比较少 像我们俱乐部大概有四架单坐的 两架双座 谢谢 还有一个 你双座的华阳机 坐在后面的那个人 就是算是乘客 对吧 也不一定 教练也是坐后面 就后面也有一套操纵装置 那可以后面带一个 没有华阳机架照的人 可以啊 可以 对 就一般你比如说 卡斯鲁 跑到那个 Messor后面的机场 看到有人在飞 你说 能不能带我上去啊 他们一般说 多少钱 比如一般 十块钱 十分钟吧 可以上去赚一圈 对啊 对啊 在哪里 在Messor Messor后面 那个机场 就紧贴着Messor 就是一条跑道 阿卡弗里格 你是大学生吗 如果在大学的话 去阿卡弗里格 不要钱 哦 真的好 因为我只看到 有机键的那个 这个 对 机键就是我到卡 我也是在卡大链里面 但是我要报上 但是我要报上 对 对 我发现 对的 我当时停了五年 也主要是因为 我一开始班没报上 对 就太多报了 但是 其实你学期中 你找个时间去 因为刚开始报的时候 人很多 但是能坚持过 半学期的 一半都不到 你过了那个中期之后 你再去肯定有位子 他中途还能再收人 中途能不能收人 我不知道 但你其实在那里 跟着练 不要紧 因为 跟人练 无所谓的 你实在不行 你报一个那个比赛 那个 你先报进去再说 这个不行 它是有那个条件的 报名的 不是有一个测试 之前有一个测试 有测试吗 我不知道 我以前没有测试 是吗 那去问我吧 但我记得以前好像 就直接报点 我记得我以前报的时候 没有说要考一个什么试 那要是习惯了 像滑行机这种加速度之后 它最后现在 到什么过山车之类的 是不是毫无感觉 不知道 我学了飞行之后 没坐过过山车 不过我估计应该没什么 没感觉 对 不过那个就是 其实坐过山车 你真的要说恐怖 也就是最开始第一个俯冲 因为人 其实我觉得人是对于俯冲 就失重有一些 那个恐惧感 心会掉起来这种感觉 真的到后来 第一个俯冲结束之后 开始回还了 这个是在超出 超重 超重的情况下 你被压在那个座椅上 其实 那个不会感觉到有什么可怕的 其实像我那个就是 自己操纵的时候 俯冲的时候 第一下也会失重 这一下我感觉还是感觉到很慌呢 就哪怕是我自己操纵的俯冲 我都会觉得很慌 对吧 还有就是 比如说滑行机有一个动作 俯冲之后拉起来 就是快速俯冲之后拉起来 然后做一个急转弯 然后拉起来之后 这个急转弯是失重的 在这个弯里面就感觉很奇妙 因为完全是失重的 但是做这种特技动作 比如说我这个 起来之后这样 在这个弯底的时候 重力加速度能到3.5到4个级 这个时候其实超重没什么感觉的 就你4倍的重力加速度 感觉还是很正常 但是你如果到负 就是负到0.8个加速度 那种感觉就不太舒服 谢谢 没事 想问一下 您那些视频都是GoPro的吗 那是一个山寨GoPro 所以它的防抖效果不太好 然后那个叫什么滑雪的时候 就抖的比较厉害 特别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现在就是镜头能持稳 但是就雪面还是有一些高低起伏 就是你仔细看这种高低起伏 不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能够避免的是 就镜头这样转 因为滑雪的时候 你转弯的时候 人会侧过来嘛 然后这个就是镜头 戴在头盔上 就跟着会侧过来 然后你就是如果不是有意识的 要稳定镜头的话 看出来就是镜头不停的 左一下右一下 左一下右一下晃 然后就会看到头晕 所以就是如果是我要拍人的话 就会有意识的把脖子 像那个鸡的脖子一样 要稳定住 你只要鸡头这样滑的时候 就它在我旁边 我得这样侧着身滑 以后可以考虑头盔上绑一只鸡 然后绑一只鸡 在鸡的脖子上再拍就稳定了 不知道 没用过 那很明显就是我这个录音效果很差 就说话听上去都是闷的 滑雪的时候你没有试过去训练那种 比如说一个波度冲上去之后 跳 飞一下 对 我可以跳个一米左右 我每次跳都帅 那你跳的那个波度可能太高了吧 没有没有 知道 你跳什么样的 那个不会是Fat back 那个Fan part 不是 我是在另外一块 然后面对父亲的 就是跟小朋友一起 他们就是没小朋友的练 然后那样跳 就感觉小孩子觉得有快多了 对 他们可以非常 对小朋友那个身体比较轻 然后重心也低不容易摔 这样其实我有意识的跳 其实也跳不起来 滑雪板很重 我跳的大概离地也就这么高 大概也就滑雪板本身离地这么高 完全就是靠入那个下坡的话 这样的话就我再往下掉 坡度也再往下掉 这样的话可以稍微跳的远一点 但是最远我觉得也就是一米多 多一点 那个是那个 那个人工设计那种板子 就是这样一个然后下来 然后再一段 然后再这样 再这样再下 你就要一环一环去跳吗 对那我觉得那个难度很大 反正我说我说 我没有试我 没有给你跳的那个技巧 就是起跳的那个 实际要掌握 对对对对 而且重心要下去的时候 平衡要很强 对呢 好 好了 没有问题呢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今天这么精彩的演讲 就一会儿我们那个沙龙的传统还是会去养大 然后再聚一聚 然后整个会比较 让大家想没有兴趣 就是 就是 有谁一碗就去养大 然后吃饭了 八欧一个菜 然后 然后基本的菜